第1101章圣经之论 简言之,第一种未圣,从成王时那一步就已决定 这是本我道种和假节道种之间的区别 本我道种,会聚修行者一身的道横 品相越高,就能在长生道图上走得越远越强越高 而假节的道种,属于外力的一种 是将自身道横和不属于自己的道种相契合 在修行上,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终究是外力,假节道种也同样如此 第二种未圣,则另有讲究 按照神秘女子的说法 当时踏足圣经的强者中 但凡走的是以往固有道徒的 皆可称之为未圣 这种圣人也可以参悟圣道法则 可以求所神圣之道 但因为走的是以往早有人走过的道徒 其成就之高低都已注定 不过,神秘女子也说了 在世上修行者眼中 第二种未圣,已算得上真圣 掌握着完全不同于第一种未圣的力量 可以参悟圣道法则 神通广大 这就是眼界的不同了 在神秘女子这等人物眼中 第一种未圣和第二种未圣虽有区别 可终究是拾前人崖晖 走前人老路 成就注定有限 但在其他人眼中 注定不可能这般认为 无圣之圣即真圣 无道之道及大道 林寻忽然难难 想起了以往的一段奇异经历 当年在世血战场桑林地内 曾有一株冰雪神树 神树之上盘踞着一只金蝉和一只白蝉 借是踏足圣境的恐怖存在 机缘巧合之下 林寻曾和金蝉进行过一场奇特的聊天 当时金蝉就曾说过这句话 咦 此话是谁告诉你的 神秘女子一争 似有些亚然 林寻也不隐瞒 将当年和金蝉聊天的经历说了出来 金蝉 神秘女子似想起什么 陷入沉默私存中 这是一个偏执到令人钦佩的疯子 当初曾立下圣院 欲要在某一天 让这世间一切生灵皆可乘胜 神秘女子似有些感慨 心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追忆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但这疯子却一直在求所辞到 罢了 不说了 他摇头 似不愿沉眠于回忆中 仿佛回忆 是不堪回首的 林寻原本还想问一问那一只金蝉的来历 见此 顿时就忍住 知道自己只怕就是问了 也得不到答案 不过 他的话倒是不错 无圣之圣即真圣 无道之道即大道 真正的圣者 就是要自己去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道徒 神秘女子说到这 心叹道 这要求过于苛刻了 古往今来 踏足圣境之辈 十之八九都不可能开辟属于自己的神圣之路 在我认识的许多盖世圣人中 也大多都隐恨于此 无法迈出这一步 无他 太难 前辈可曾踏足此道徒 林寻忍不住问 神秘女子一争 半想才道 算是吧 等以后你踏足圣境时 自然就明白 接下来 他又简单恶妖帝阐述了一番圣人境界 圣人之上 为大圣 取大而无量之意 大圣之上 为圣王 为圣道王尊 又被视作圣人王 至于圣王之上是否还有更高境界 神秘女子没说 林寻也没问 但不管是真圣 还是未圣 又不管是圣境层次的高低 距离目前的林寻而言 终究有些遥远 毕竟 他连王境都还不曾踏入 好高无远 乃修行之大计 咔嚓 墨地 一道清脆若流离碎裂的声音在天穹上响起 神秘女子豁然抬头 神色清冷着人 就见那湛然天穹上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虚无裂缝 宛如天目裂开一道口子 隐约可以看见 一道充斥着无上威严的毛影 在那裂开的虚无缝隙中若隐若现 林寻浑身发毛 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和致命气息 让得他浑身发僵 神魂 道星 乃至于一身的道横都呈现出一种即将崩溃的迹象 哗啦 神秘女子束手一挥 一道神红将林寻笼罩 将她抹移到了极原处 而她 则立在那裂开的清明之下 神色自若 只是浑身的气息愈发着人了 不远处 一群羊瑟瑟发抖 一个各项烂泥式的匍匐在那 眼神中写满大恐怖 似浑然没想到 怎会突兀之间 产生如此恐怖的事情 枪 毛影发出银声 这片区域轰鸣 天地间 陡然被一股难以言喻的肃杀毁灭气息充斥 天翻地覆 乾坤变幻 此方天地 宛如正在面临天乏 竟提前来了 神秘女子自语 没有躲避 静静力在那 周身浮现出万千道神红 晶莹璀 映衬的她身影超然绝尘 如梦似幻 弄插 弄插 那虚无裂缝中 毛影渐渐凝聚 一点点从崩开的天穷上掠出 将附近虚空都震碎 这毛影太恐怖 交织着道语法的至高力量 宛如来自上苍的审判之毛 和以往一样 神秘女子没有躲避 躲避也没用 因为这是斩道之毛 宛如天道意志的化身 莱莉莫测 意味着不祥和死亡 轰 湛毛终于彻底显现 她过于璀璨和赤胜 弥漫出恐怖无边的沙伐之气 从天穷沙伐而下 这一瞬 有五位圣人所化的羊群 皆有一种魂飞魄散的京剧感 直接就晕厥过去 这无疑很吓人 一道战毛散发出的气息而已 禁令的五位圣人 琪琪被震晕 传出去 谁敢信 与此同时 神秘女子不躲不避 填止一点 周身萦绕的万千神红树然掠出 琪琪凝聚在她的指尖 毫无意外地 指尖和战毛碰撞 轰 宛如天崩地裂 世上的秩序规则 力量化作滔天的乱流 在这一瞬间爆发 席卷乾坤之间 很难想象 这是何等至高而恐怖的力量 似可以袭压她天语 崩断大道 溺乱古今 产生出足以令世间众生皆绝望的毁灭气息 灵巡眼前骚然刺痛 神魂都嗡名 哪怕有神红防护 心神依旧感受到一种无边的恐惧 而后 什么也看不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灵巡视野恢复清晰时 就见天地之间 早已恢复如初 天还是那天 并无破碎的痕迹 大地上 山河依旧在 连草木都完整无损 仿佛 刚才所见到的一幕幕 只是一场梦魇 根本不曾发生过 可当看到神秘女子时 灵巡却悚然一惊 因为在其左肩位置 被凿出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 并且 她的身影变得愈发模糊和朦胧了 宛如烟雾似的 仿似随时都会消散 这是来自古荒域大道秩序中的 斩道之力 但凡踏上圣境中的禁忌道徒 皆会被其盯上 神秘女子随口道 当转过身看向灵巡时 她左肩处的伤口已经消失不见 斩道之力 灵巡末地响起 在戒河深处那一座地藏四度 吉圣僧所留的古庙中 她就曾见识过这等一幕 当时她通过那一座白玉连台 甚至还有幸见到 当年度吉圣僧和黑皇圣后 一起修炼时的场景 宛如回溯万古 梦转千秋 可最终这两位圣人 却其其陨落了 吉杀他们的 是一道伟岸无匹的金色身影 而原因 则是因为两位圣人 一起缔造了一部大藏集精 触犯了某种竞技力量 以至于引来斩道之力降临 而那金色身影 就是和斩道之力来自同一个地方 一想到这 林寻心中就震动不已 今日 她可是亲眼目睹了 这样一场竞技力量降临 而神秘女子能够从斩道之力中活下来 这就显得极其可怖了 前辈没事吧 林寻摒弃脑海杂念 上前询问 五爱 还能逗留一阵 神秘女子神色很平淡 不过时间已经不多 接下来只能改变一下行程了 说着 她身影一闪 树然之间 演化出五道分身 每一道分身 结合她如出一彻 气息也同样的惊人 这五头羊 我会分别送去不同的道筒卖调 你是打算跟我去戒河走一趟 还是去某个道筒走一遭 神秘女子问道 原本 按照她的打算 是要带着林寻去一一拜访剩下的五个道筒 但似乎因为斩道之力的出现 却改变了这种想法 戒河 林寻一争 不错 唯有在戒河 才能推断出大事来临的时机 也可以看一看 这一次大事 究竟有多不同 神秘女子的话 应当落下 林寻就毫不犹豫到 我跟您一起去戒河 李真不打算去通天见宗 亦或者临保圣地看一看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纵然只是分身 也不会让你遭受丝毫损伤 神秘女子肆意有所指 不去了 林寻心中虽遗憾 但也知道 纵然是去了 也和之前前往黑眼天狗族没什么区别 虽然会感到痛快 可终究意义不大 而若能跟随神秘女子一起去看一看大事来临的征兆 这无疑是一场最为难得宝贵的经历 也好 神秘女子点头 她的武道分身齐齐行动 各驱使着一头羊 驾驭着神红 母义虚空前往那五大道统 而她则带着林寻 朝正东方向行去 第1102章举世接阵 林宝圣地 青崖平 真武大殿 一众高层大人物汇聚一堂 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实力最弱都在王境层次 最高者是为首的一位玉袍博冠少年 少年英武 眉目尽秀 随意端坐在那 无形中散发出的气息 却压迫得在座一众大人物只喘不过气 并且 这些大人物一个个正经为坐 神色间接带着一抹肃穆 甚至是敬畏 少年已非少年人 而是一位早在数千年前就已踏足圣进的老怪物 名玉宇君 一身修为身不可测 耻入 玉宇君开口 打破了大殿的死集 令在座众人皆心中一跳 脸色变换不定 我灵宝圣地自上古屹立至今 还不曾遭受过这般奇耻大辱 玉宇君声音淡漠 字字铿锵如惊雷 透发出一种振折神魂的大威严 隆隆激荡电雨内 不过 旋即 玉宇君画风一转 声音缓和 这倒也怪不得谁 谁能想到 一只小小蝼蚁身边 竟还站着已为了不得的通天人物 众人都暗松一口气 神色复杂 大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 就眼睁睁等着那女子登门 拜访 有人忍不住问道 除了等 还能有什么办法 玉宇君轻叹 道坤圣人还在他手中 无论在愤怒和耻辱 此次我们也只能忍着 其他人闻言 心中皆一阵悲愤交加 作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古老道统 他们何曾遭遇过这等对待 大人 您可推测出那女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难道以我领保圣地之底蕴 也招惹不起 有人问道 那就要先见一见对方 或许才能亏损到一些端倪 玉宇君说到这 猛的眼眸一凝 豁然起身 道 那女人来了 而等于我一起去会议会她 说罢 已走出大殿 青崖平 虚空中树然浮现出一道惊鸿铸 铸就的大道 一道绰约而朦胧的身影 飘然从中走出 在他身前 还驱赶着一头羊 纵然都已得知了发生在 兴起海之盼的消息 可当看见这一幕时 一众领保圣地的大人物 依旧感到无比的耻辱和愤怒 化圣为序 这女人竟真的驱赶着到昆圣人所画的一只羊来了 并且还孤身一人 一副有恃无恐的姿态 这一道绰约身影虽是神秘女子的化身 但和她本尊也无区别 此时 她目光一扫从原处走来的众人 声音清冷道 看起来 你们似乎很生气 岂敢 有人面无表情道 轰 神秘女子朝前迈出一步 刹那间 一股恐怖无边的威势 从她那绰约的身影上扩散而出 令这方天地轰鸣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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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中不知有多少高层大人物在这一瞬被镇压倒闭 横七竖八地滚坐一团 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道友 你这是何意 玉宇君脸色一沉 周身也扩散出一股圣威 去化解来自神秘女子身上的恐怖气息 可让她心惊的是 在威势对抗上 她的威压抚一靠近 就被狠狠压迫回来 轰 瞬间 玉宇君躯体也是一晃 宛如被天风寒雨无量大日镇压 这种镜若无上的力量 让她脸色又是一变 终于意识到了这神秘女子可怕 至于在场其他大人物 此刻都被镇压在地 又惊又怒 狼狈无比 再无人敢多言 这等圣威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与此同时 神秘女子收起了周身威势 道 以大欺小 没看出来吗 玉宇君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起来 这何止是以大欺小 简直是根本没把他们领保圣地放在眼中 可心中虽会怒 已看到匍匐在神秘女子身边的那只羊 玉宇君最终还是忍住了 相似的一幕幕 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在通天建宗 天书圣地 苍明道宗和长生净土 任凭这些道童感到如何震怒和憋屈 最终还都是隐忍下来 神秘女子只是登门拜访 而非大开杀戒 并且手中还攥着那五位化作羊的圣人性命 这些道童也只能忍 最终 当神秘女子离去时 从不同道童之中 获得了一笔足以让这些道童为之肉痛的麦羊钱 比如领保圣地的一瓶金风玉露 虽只有九滴 但每一滴的价值 都堪称不可估量 完全不逊色于一节万节雷主所蕴含的雷元灵液 比如来自通天建宗的一壶神宁散 同样也是当是一等一的奇真 可遇不可求 总之 此次神秘女子牧羊而行 可谓是满载而归 而她所展现出的恐怖力量 也令这些道童为之震动和忌惮 无论是谁 哪怕在恨 也只能隐忍在心 唯一让这些道童安心的是 在归还那些被抓捕的圣人时 神秘女子也将他们各自道童的圣宝送还 否则的话 事情注定不可能如此顺利地结束 这等根本无法隐瞒 当神秘女子从各大道童离开不久 这些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般 朝古荒域四大界不同区域扩散 一时之间 不知引起了多少震惊和哗然 而关于神秘女子身份的揣测 也成为了无数道童和修道者最关注的话题 她是谁 又和灵魔神什么关系 整个天下都为此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无可置疑的事实是 经此一世 通天剑宗等一众古老道童可谓是名誉大笋 被闹得灰头土脸 颜面无光 而自今以后 任谁想对付灵魔神 都注定的掂量掂量后果 这一场风波闹得很大 甚至 连隐居于世的一些圣隐之地都被惊动 开始关注 紫微山 夜市宗族 叶晨正在痛饮美酒 以赴不易快哉的模样 从得知灵巡无恙那一刻 他就开始喝酒 直至现在 地上已经堆了一地的控酒坛 少爷 您再喝下去可就真的要醉了 旁边一名侍女催生提醒 你不懂 少爷我这是在练酒量 叶晨醉眼惺忪 含含糊糊说道 练酒量做啥 当然是要把那家伙彻底撂翻 难道那家伙的酒量比少爷还厉害 说到这 侍女顿时就发现 少爷已经醉了 鞋躺在软椅中 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 嘴中物质在咕咙 痛快 真痛快 那家伙是谁 侍女一脸迷糊 小天 你朋友无恙 这下你总可以安心了吧 老玉笑咪咪问道 全祖母 我再说一遍 他不是我朋友 小苍天认真纠正 他活着 我当然安心 因为我玉喜涮耻辱 挽回颜面 就必须打败他 老玉饿了一声 道 那你觉得有击败他的把握吗 小苍天毫不犹豫道 现在没有 但以后绝对有 当然 在这之前 我会先打败叶晨这家伙 这家伙太会装 我打小就看他不顺眼 言辞慷慨激昂 一副逼逼张扬的姿态 有志气 老玉笑咪咪地赞了一句 很少有人知道 北斗界的刀剑双绝 在小时候就认识 直至现在 也都谁也没有服过谁 赵景轩端坐在暗读前 正在书写信间 嘴中横着一首小曲 神情轻松欢愉 她的字迹和一般的女子不同 囚禁 洒脱 若龙舍起路 力透只背 大气而自如 景轩师妹 你横的什么曲子 房间外 响起燕展秋的声音 这里是后山境地 虽被战时尽足于此 可不代表赵景轩了解不到外界的消息 各在数天前 听到燕展秋的声音 赵景轩绝对懒得理会 但此刻 她心情格外的好 随口就达到 天娇曲 很不错 燕展秋一争 点头说道 自然很不错 这支曲子书写来还和林寻有关 赵景轩话音刚落 立在房间外的燕展秋就皱了皱眉 道 景轩师妹 能否告诉我 此子究竟如何得到杰龙九便传承的 赵景轩心中的欢愉顿时不在 感觉有些承认 声音有些冷淡 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燕展秋叹了口气 也罢 等以后有机会 我会亲自问一问他 你还想与他为敌 赵景轩轻谋一冷 燕展秋耸肩道 世人都知道 只要不以大欺小 谁都可以去和林寻此人切磋 我和他修为境界相当 若真有切磋的机会 也谈不上以大欺小 赵景轩沉默片刻 忽然笑了 那我就祝燕师兄好运了 你 燕展秋终究没忍住 就不担心他被我杀了 不担心 赵景轩回答得毫不犹豫 燕展秋心中忽然涌出一阵 说不出的韵误 深吸一口气 不再多言 转身而去 房间中 赵景轩自顾自收起写好的信件 小心封存起来 打算找个时间 就将信件送往帝国中 信件中记录着一些关于林寻的事情 皆是他精挑细选 与此同时 戒合之盼 神秘女子驻足虚空中 身影绰约 意味飘逸 宛如天上仙 他眼眸远眺戒和深处 许久 忽然说到 此次大事 可能会提前来临 第1103章九欲往事 这是一处极其混乱的戒合 林寻之前也曾从西横界横渡戒河抵达东圣界 也见识过戒河中的可步 只是 却远远无法和眼前的戒河相比 这一道戒河 河水浑浊 汹涌翻滚 风云雷电充斥其中 还有可步的流光 肆虐的漩涡 断裂的虚空裂缝充斥其中 隐隐约约 甚至还有振振宛如神魔怒嚎的声音响彻 激荡在界河深处 紧紧远远看着 就让林寻心底直冒含义 上古时代 此地曾爆发极灭之战 有数以千计的各族圣人隐恨于此 沉密女子神色肩带着一丝恍惚 也因为这一战 成为了古荒域破碎的霍原 极灭之战 林寻黑魔一眯 道 为何会发生这等战事 沉密女子道 这是九玉之争 谁也躲避不了 那些对手皆来自其他玉界 若不奋其抵抗 这古荒域早被其他玉的道童所统治 林寻曾在不死境地 听说过九玉的一些片岩岁雨 却没想到 上古时代发生的极灭之战 竟会和九玉之争有关 也是在此时 林寻终于敢确定 在古荒域之外 还存在有其他玉界 前辈 能否跟我说一说其他玉界的事情 林寻实在很好奇 其他玉界究竟在哪里 为何以往都根本不曾听说过 其他八玉 和古荒域一样 皆是一方修行世界 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神秘女子随口道 不过 相较而言 古荒域是属于最孱弱的一个玉界 位于九玉中的最底层 说到这 她唇角泛起一抹冷窍弧度 你可知道其他八玉如何看待古荒域的 林寻摇头 废土 神秘女子唇中吐出两个字 废土 林寻一征 敏锐察觉到 这称呼中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鄙夷味道 神秘女子解释道 在古荒域眼中 下界就是平级废土般的地方 而在其他八玉眼中 古荒域差不多和下界一样 被视作废土 大到荒废没落 犹如不开化的蛮夷之地 林寻这才敢确定 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错 废土二字 果然是一种贬低和鄙夷的称呼 在上古时代 古荒域曾不止一次遭受过其他八玉的入侵 每一次入侵 皆伴随着天下大乱 到处都是生灵涂炭 血流成河的场景 神秘女子声音低沉 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极灭之战 八玉力量一起联手 全面入侵古荒域 当时就如末日来临 整个古荒域都乱了 圣人也如草芥般 折损了不知多少个 这一战 古荒域被打得破碎 化作了如今的四大戒 而在这一战重伤亡的各族生灵树木 根本无法统计 但可以告诉你的是 若不是这一场极灭之战 古荒域不会被分裂开 当时的古老道统 也绝对不仅仅只有这些 许多古老的传承 都是在那时候湮灭 令人惋惜 越说 神秘女子声音越是低沉 带上一丝怅然和伤感 林荀心中颇不平静 这是他第一次听说九狱之争 第一次听说极灭之战 也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之道 古荒域的破碎 竟和其他八狱的入侵有关 为何 会发生入侵的事情 林荀忍不住问 牵扯到大道之争 古荒域虽位于九狱最底层 被其他八狱是作废土 但在最初的时候 也曾辉煌绚烂过 曾振折诸玉 毅历云端之上 被视作神圣不朽之地 初到这 神秘女子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 带上一丝无语伦比的傲然和避逆 可很快 她就悠悠叹了口气 不说也罢 这些陈年往事都已过去 辉煌不存 绚烂不再 终究如凋谢之花 只剩枯败 林荀征征 心绪复杂 此时所聆听到的一切 牵扯到九狱 也牵扯到古荒域的曾经 这些皆是她以前不曾接触和了解过 而今 有幸得知 心情却莫名有些沉重 这些事情暂时都和你无关 也不必为此烦忧 你要做的 就是抓住大事来临的机会 图谋绝颠亡者之境 神秘女子声音缓慢 神色极其严肃 若错失以后只怕就再没有这等机会了 林荀心中凛然 认真点头 这一场大事 有太多人都在等待 不只是当事之人 沉寂于岁月长河中的一些人物 也必将从沉寂中觉醒 从植服中走出 神秘女子道 所以 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林荀文言 又一次想起了植服于五行圣岛中的那位小公子 也想起了沉寂于新秀之卵中的新幽地族少主少号 这些家伙 可都不属于当事人物 但毋庸置疑 当他们出事时 注定会搅乱天下风云 你看 戒合之中 虽凶险频发 一派浩劫景象 但在这无尽凶险之后 却有一场浩大无比的生机正在运生 亏一脚而知道痊愈 此处戒合如此 这古荒域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这便是大事来临的征兆 神秘女子远跳戒合 指点林荀 所谓物极必反 匹极泰来 古荒域自极灭之战后 已经在岁月中没落沉寂了太久 其潜藏的底蕴 注定要在大事来临时全都爆发出来 林荀仔细看过去 却只能看见无尽凶险和灾祸 根本见不到那所谓的生机 原因他也明白 自己境界太低 还无法亏似天地之大事 神秘女子道 依照我推断 此次大事集可能会提前来临 最多应当不会超过三个月时间 已经只剩下不足三个月了 林荀这下着时吃了一惊 有些猝不及防 大事之兆 牵扯周天变数 错纵复杂 并且此次大事和以往皆不同 前所未有 其变数之大 注定谁都无法亏似到全部 神秘女子道 不过 越是如此 意味着机运越多 所能夺取到的造化就越大 林荀黑魔一亮 油然而生憧憬 没多久 神秘女子带着林荀离开 路上 她将从通天建宗等五个道筒赚到的麦阳前全都给了林荀 林宝圣地的金风玉露 通天建宗的宁神散 天书圣地的心窍大海丹 长生净土的不老泉水 苍鸣道宗的斑斓玉随 加上得自黑眼天狗族的雷元灵液 笼共六种神针 每一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修行归宝 价值之大 族可以让任何修道者眼红 神秘女子随口道 这些应当足够你成王时所需了 在此之前我建议你将不死大道的奥义参悟掌握 纵然遇到生死之险 凭此大道力量 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林荀听得一头冷汗 没有鼓励 却先考虑死亡 这关怀还真是与众不同 最终 神秘女子和林荀又一次返回新奇海 这里空极无人 但战斗的痕迹犹在 坍塌如废墟的山河 接在无声帝诉说 数天前的一场圣道对决是何等之可不 大事来临前后 起码没有哪个古老道童敢在针对你 但难保会有一些亡命徒跳出来 你自己要小心 我可以为你出头一时 不可能帮你一事 大道求索 归根究底 还得靠自己 说吧 神秘女子身影消散 凭空消失 回到了通天秘境中 林荀怅然若失 想起之前的一幕幕经历 从被众圣围攻 到神秘女子出现 以一己之力镇压全场 从怒圣如续 灯灵黑眼山 如入无人之境 再到戒合之盼的一番交谈 一切 像历经了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却又清清楚楚地烙印脑海 历历在目 林荀屹立新奇海深处的孤岛上 蒸蒸出神许久 最终深吸一口气 黑眸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这一次的经历 让他见识了什么叫通天之手段 什么叫避逆天下 傲掘当事 也终于明白 当自己拥有绝对力量时 纵然截然一身 也可以无惧天下任何道统 这一刻 林荀突然强烈渴望大势来临 去和诸天万交争锋大道 去夺取那成就绝颠王者境的大造化 从这天开始 林荀在新奇海深处开始闭关 而在外界 依旧风起云涌 关于神秘女子丽亚六圣 并前往六大道统一一拜访的事迹 依旧在发酵 在扩散 六大道统 此次可谓颜面尽失 其他道统 则也在为此震动 全都惊异 根本没想到 一个以前不被任何古老道统 放在眼中的年轻人 背后却经历着如此绝世的一位存在 而世上修道者 同样都在议论 为此沸腾 又是这个林荀 通天见宗厚山境地 那一株古老无比的神术之下 一个青年盘坐 毛子树然睁开 射出两道冷电 这一瞬 前来禀报消息的童子浑身都被冷汗尽头 如置身冰枯 原因就在于 青年身上散发的气息太恐怖 毛子开合间 宛如一对深不可测的漩涡般 流窜着丝丝屡屡如剑芒般的电弧 像是能看穿虚妄 切割吞噬人的灵魂 第1104章大事将临 一缕又一缕大道气息 从青年躯体弥漫而出 虽然盘膝坐着 却宛如一尊爵士剑仙 锋芒哲人 童子浑身颤塑 道 大人无需动怒 此子断不可能是您的对手 童子别看模样又小 实则是一个修炼上千年的老妖怪 为今后一脉的强者 拥有半步王靖修为 但是在青年面前却以仆纵自居 因为这青年 便是云庆白 是十年前就号称 古荒域王靖之下第一人的绝世人物 已可知道 这临寻的真正底细 云庆白收敛周身气息 神色恢复平静 只知道此子来自下界 其来历至今还是个谜团 原本宗门曾派人欲前往下界打探消息 但因为某种缘故 从宗门通往下界的通道已断裂 以至于至今还不清楚此子的具体来历 童子连忙道 下界 云庆白陷入沉思 他想起了当年往事 想起了那个姓林的宗族 难道 云庆白眉头不易察觉地周起 就在此时 童子说道 据宗门打探道的消息 此子掌握着一种极其可怕的大道力量 岂未能和大人宁所掌握的某种大道力量极其相似 不等说完 云庆白断然道 不可能 声音带着一抹冷意 铿锵杀伐之气四溢 惊得童子浑身一僵 差点贪婉倒地 云庆白见此 也知道自己刚才有些失态 经不住自嘲一笑 自己这是怎么了 难道还对当年之事心存执念 他深吸一口气 一颗道心鸣静如见 湛然通透 再不受任何杂念和波动影响 听说 此次有个女人为那林寻撑腰 孤身一人踏上山门 逼迫宗门交出了一壶宁神散 云庆白问道 正是 童子低头 他还说 若是同辈之争 他断不会插手那林寻的事情 正是 确定此时 云庆白豁然起身 端立在古老的神树下 目视远方 道 大势即将来临 天骄金榜也将显现 不管这林寻是谁 我当了断其命 以喜涮宗门所蒙受之耻辱 童子精神一阵 兴奋道 有大人出马 这林魔神必死无疑 已闭关近十年 也不知世人是否都已忘了我云庆白 我听说 很多人以为 我已不比往昔 世间有敌 甚至不足以和一些古代怪胎相比 此次出关 我自当给他们一个惊喜 云庆白身影孤俏 白衣圣雪 双手复背 随意立在那 就有超市角俗之风采 大人天纵神武 堪比古之圣子 十年前就已同辈无敌 这一次注定可以横扫一切敌 童子声音中带着一抹狂热的虫目之色 云庆白神色淡然 对此置若罔文 他的道 已经磨练到极尽圆满地步 这十年闭关 更是韬光养晦 令他不全自身缺漏 养出了真正的无敌气魄 他的强大 已根本不需要别人来认可 已去帮我搜集一些关于古代怪胎的资料 当时之被以不足距 唯有那些植服在岁月中 等待着在大事中出世的怪物才值得留意 云庆白随口吩咐道 大人您这是要 童子心中一颤 预感到什么 云庆白眸子中涌动着若漩涡式的光泽 世人不是都以为 我云庆白无法和一些古代怪胎相比吗 当大事来临 竞争天骄金榜时 我会第一时间先斩几个类似的角色 童子一脸的钦佩和仰慕 他倒不是一位奉承 而是很清楚云庆白真的太强了 十年闭关 只会让他比以往更强大 当然 记得留意那个林寻 也许是心血来潮 莫名其妙地 云庆白又想起了这个不曾谋面的年轻人 下意识做出了吩咐 童子点头 领命而去 处天后 当事人还都在为神秘女子 丽亚六位圣人的事情议论不休时 圣影之地神积阁发布消息 大事 即将在三个月内来临 顿时 四大界皆沸腾 整个古荒域掀起轩然大坡 这一场大事 早已被推算出来 在无数等待中 终究要来了 这消息就如今天般 一下子成为天下修道者关注的焦点 一场诸天万交之间的争霸 也将要拉开帷幕了 也不知此次 究竟有多少幸运而能夺取大事造化 一举铸就绝颠王者之路 许多修道者在激动 总算来了 这一次机缘前所未有 故而注定将空前绝后 必须抓住了 诸都古老道统中 皆开始为大事来临做准备了 可惜了 大事竟提前来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 四界新榜大笔不可能如其进行了 也有人万习 原本 在有半年时间 四界新榜大笔就将拉开帷幕 许多决颠天交 皆在为此做准备 悉计成为决颠巨头 可显然 这注定不可能再发生了 这一场大事的提前来临 打乱了这一切计划 这算不得什么 相较于四界新榜大笔 竞逐天交金榜的厮杀 才最令人期待 不错 唯有能够将名字 积身天交金榜上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天交 至于其他所谓的天交 注定将被除名 天交 天之交子 这两字 的确不是随随便便 谁都配拥有的 各种议论在古荒域 不同区域响起 沸沸扬扬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大有愈演愈烈之事 这就是大事的影响力 关乎整个古荒域未来的走势和格局 无论是古老道统 还是世间修者 皆注定会受到其影响 而谁能够在大事中崛起 谁又能引领大事之风骚 无疑也是每个修道者最为关注的 乱魔绝地 古荒域五大禁地之一 一片血腥无比的战场中 妖兽肆虐 冤魂横冲 宛如鬼欲般可不慎人 可在其中一片区域 却是空空荡荡 干干净净 方圆千里之地 无论任何妖兽 冤魂 皆不感越雷池一步 一名黑袍青年正盘膝坐在地上打坐 一头如双雪般白发垂落 露出一张棱角分明的俊美面庞 搜 一道流光破虚空而至 黑袍青年豁然睁开眼眸 出手如电 将流光抓住 伸开掌心时 多出了一块流光异彩的玉符 将玉符捏碎 其中顿时飘出一道苍老无比的声音 大事即将于三个月内来临 磨喝 该回来了 大事 黑袍青年长生而起 薰狼俊把的躯体轰然散发出一股冲销的黑色神光 犹如永夜般遮蔽这片战场 战场上的妖兽和冤魂收到惊吓 皆哀嚎起来 有的瑟瑟发抖 有的狂奔逃亡 竟然提前来了 还好 在乱魔绝地磨练的这些天 早已将我的大罗还争到真至道地境界 此次大事争锋 当可无拒 刷 黑袍青年毫不犹豫 踏空而去 这一天 起源神教夜磨喝 为猎绝颠巨头榜上的老牌爵士人物 走出乱魔绝地 周虚星路 古荒域五大境地之一 茫茫虚空中 星辰如秘籍之棋子 散落在虚无之中 明亮闪烁 勾勒出一条曲折无垠般的星路 这是一方秘境中的星空 是古来赫赫有名的大凶境地 此时 正有一名灰袍青年跋涉骑上 他衣衫褂褂 遍体鳞伤 看起来异常狼狈和凄惨 可他神色却是坚毅若言实 不曾有一丝动摇 他的气势同样强盛无匹 弱酒精淬炼的剑锋 翁 墨地 他手腕上的一颗珠子亮起 散发出一缕温和醇厚的声音 横针 大事快来临了 是时候返回了 青年争了争 而后长吐了一口酌戏 难难道 已经要开始了吗 也好 我已等待太久了 扑速速 在他身上 密密麻麻的伤口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愈合 而后退掉一层死皮 露出晶莹如玉般的新生肌肤 瞬间 一股微然如山 磅驳无量的气势 从其身上扩散而出 惊动这片星空 这一天 日月神殿传人迷恒针 从周虚星路返回 同样的一天 在不同的道筒中 皆有类似的一幕幕发生 一些或直服 或闭关 或正在磨练中的爵士人物 纷纷停下手中事情 开始为大事来临做准备 太医道门 闭关多年的王玄瑜现身 他一席玄色道袍 模样俊秀 但人却显得很悲懒 打着哈欠从闭关处走出时 就像一个路人似的 毫不起眼 可他一路行走 但凡遇到他的宗门弟子 皆其其停下手中动作 躬身行礼 神色肩带着无可挑剔的崇敬 灵宝圣地 燕展秋独自立在山峰之巅 眺望云海 衣媚飘舞 周身雾碍缭绕 犹如一尊这仙 大事来临 无论景轩师妹怪责于否 我也会将你废了 劫龙九变 注定不能掌握于外人之手 他心中难难 神色一片淡漠 问玄见摘的寄星瑶 帝皇见弥罗公见圣传人落家 圣人世家后裔顺白玄 在古荒域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道统 皆有所动静 而除了各大道统 在诸多与世隔绝的圣影之的 在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境中 同样也都有一栋发生 并且随着大事来临 甚至连一些于岁月中 沉寂直浮至今的古代怪胎 也开始出现了 第1105章作看风云起 东圣界 一座清晰缭绕的雄郡大山 此时轰的一声 足有万丈高的山体 竟是拔地而起 而后朝一侧清他 砸得大地动荡 岩石爆碎 万丈之地的妖兽和生灵 都不知被砸死多少 呜呜呜 在大山清他的底部 忽然传出一阵 如同嚎啕大哭般的声音传出 一个赤袍男子仰天泪流 他身影昂藏 血发飘扬 眉心生着一只树木 显得哲人无比 听见可怜 老子被封印了整整一万年啊 谁能知道我的苦闷 还好 大事来了 哈哈哈哈 正字哭泣的赤袍男子 却突然又狂笑起来 满头赤发如同火焰般在燃烧 恶心意之树木开河时 蹦射出神秘的血盲 如同盖石妖魔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我已沉寂太久 这一次大事 也该轮到我登场 赤袍男子自语 眸光可不 周身争腾着要挟之气 若能踏足绝颠王者静 一万年的沉寂 也值得 恭喜少主出关 一名老仆飘然而至 这是一名王者 可此时 却对赤袍男子恭敬有加 哼 一万年了 我还以为宗族都已经把我忘了 赤袍男子冷哼 纵然老仆为王者 他却一点都不客气 少主 宗族将一万年的气韵 全都压在您身上 足可见宗族对您是何等重视 还望您莫要心有怨念 老仆进行解释 赤袍男子不耐烦道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很久不了解释事 你跟我说说 当今天下有哪些家伙最厉害 我心中积压太多利器 必须先载几个猎物发泄一下 顿了顿 他眼眸眺望天穷 唇角泛起一抹锋利的弧度 同时 也要告诉世人 我赤灵霄回来了 其他区域 也都发生类似的事情 陆续有古代怪胎和不是奇才出关 一座金色的火山底部 沉寂不知多少年的荣将重新涌现 而后开始沸腾 轰 往的 火山爆发 火浪滔天 凤然这片天雨 惊动着一方周静诸多修行势力 许多修道者阵战 将目光看向了这里 汹涌火焰中 却有一道沐浴在风雪中的女子身影腾空而起 爆发出无尽冰雪寒光 将那些火焰都冻结熄灭 此女一头幽蓝长发 眼瞳蔚蓝如海 于天穷俯视山河万物 犹如一尊凌晨的冰雪女仙般 她的气息分外强大 明明只有眼轮静修为 但是却绝对的恐怖 足可以让半步王静都腿软 大事 大事 男男自语声中 女子跺步虚空 每一步落下 虚空就冻结为一道寒冰道图 一直蔓延向极远处 古籍所记载的传说竟是真的 数千年前 曾有爵士圣女于此沉寂 只为等待一个最佳的成王时机 没曾想 传闻应验了 她叫什么名字 又是什么来历 不清楚 古籍只记载游灵雪二字 眺望到这一幕的一些大人物 皆忍不住惊叹 短短数天 犹如百花齐放 整个古荒域中 不知有多少神秘的奇才 怪胎盖世妖灵出现 横空于世 掀起大波澜 这一场备受瞩目的大事 真的要来了 这些天 也不知有多少古老道筒 做出如此感慨 兴起海深处 故岛上 林寻盘息坐在岩石上 远处银色海水起伏 泛起如雾如烟般的心灰 静滅而空灵 外界纷纷嚷嚷 犹如遍天 天下哗然震动 而这些却和林寻无关 她一直在静坐修炼 宛如彻底与世隔绝 外界风云 也注定不可能 惊扰到兴起海的安静 与世无争 不代表真正的不争 以退为境 图得是境 当外界奇才 怪胎都纷纷出世时 林寻则宛如进入了植服中 时间推移 一个月后 打坐中的林寻睁开了眼眸 在她身上 涌现出一缕缕灰色而佩然的不死道运 此道如不灭火炉 造出生机 弥漫全身 令周深内外生之气源源不断进行回圈 林寻静心感受着不死道运的力量 修炼至今日 不过月余时间 却让她再度参悟和掌握一条通天大道的奥义 悟道速度绝对堪称吓人 但原因倒也简单 这不死大道奥义 本就是被神秘女子所截取 烙印在了林寻市海中 让得她无需求索 便能进行参悟 另一方面 自求牛之心产生蜕变 拥有了欲心气道的神妙作用后 令得林寻在悟道时的速度 明显比以往快了太多 如此一来 在如此短时间内将不死大道力量 真至道运地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枪 静默体悟中的林寻拿出断刃 在胳膊上画了一道伤口 当鲜血鼓鼓流淌出来 林寻没有理会 但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伤口裂缝以惊人的速度蠕动 很快就愈合 变得完好无损 连一丝伤痕都找不到 不死 意味着生机不断 这是一种自我修复的大道力量 木之大道虽也拥有永保生机的奥妙 但和不死大道相比 却是有区别的 永保生机 不代表生机不会流失 而不死大道 则完全就是一种修复之力 噔 林寻发狠 以避暗印轰在自己胸膛上 用力极其霸道 足可以击杀一尊绝颠天骄 且他根本没有御用力量化解 以至于自身也被震得咳血 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内伤 然而 这种内伤的痛楚很快就消失 体会不到 并且 当林寻运转不灭傲益时 效果更是惊人 眨眼功夫而已 内伤就已彻底不存 连一点后患都没有留下 这等堪称变态的修复力量就太惊人了 林寻黑眸明亮 心中喜悦 这种修复能力极其有用 尤其在战斗中 与敌交手时 等若拥有了极其变态的防御之力 而后 林寻又进行多次测试 最终得出结论 如果遭受皮外伤 不死大道的力量 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行自我修复 哪怕伤势严重之极 也不会终止这种修复的力量 若是遭受到内伤 则需要运转不灭大道力量 耗费一定的力量 毕竟 大道傲益在神庙 也是需要运转自身修为去御用 注定会产生消耗 不过 这种消耗为乎其为 远比吞服疗伤用的林丹妙药更有效 吞服丹药 还需要找机会 可运转不灭大道力量 根本不需要如此费事 尤其是 若遇到绝世大敌 在彼此都负伤累累的对决上 完全可以占据绝对优势 这才只是到运地步的不灭力量 若是真至道义 甚至是到地地步 又该有多强大 林寻暗自决定 以后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来锤炼不死大道力量 拥有这等力量 简直和多了几条命也没什么区别 哪怕碰到致命危险 也拥有足够的化解机会 一个月了 也不知外界发生了多少事情 林寻长身而起 目光远眺 嗯 很快 他就注意到 星旗海之盼 竟有不少身影在那里盘缓 或许可以从他们口中得知一些消息 林寻如此想着 身影一闪 就朝星旗海之盼掠去 星旗海之盼 有不少修道者群寻 有男有女 来自不同的道统势力 都似乎在等待什么 一个月前 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圣境对决 就是在此地上演 六位圣人出击 结果却被轻松镇压 那神秘女子的手段 绝对堪称通天无量 有人感慨 场中还残留着圣境对决 留下的破败痕迹 成为不少修道者驻足观看的焦点 此事天下早已清楚 这次我等前来 可都是听说 一些老牌绝颠天骄人物欲来此地 向灵魔神发起挑战 那灵魔神于星旗海展群王 杀天骄 本身更是小巨头榜第一人 在年轻一辈中掀起了滔天轰动 我也听说 这让不少厉害角色可都很不服气 场中修道者议论不已 他们此来 就是听说最近一些道统中 走出了不少闭关多年的绝世人物 都想借此机会看一看灵魔神究竟如何 说起来 这一个月时间里 天下间不知有多少绝颠巨头人物出世 更不乏一些古代怪胎和不适奇才 堪称是群星晦翠 各领风骚 与之相比 这一个月内灵魔神却如同沉寂 世间再听不到他的消息 其锋芒无形中可被压概不少 呵呵 灵魔神再强 终究底蕴太浅 哪可能和那些老牌绝颠巨头相比 更遑论去和那些古代怪胎相提了 是人都怀疑 灵魔神如今就藏于这星旗海 我们就等着吧 据我得到的消息 很快就有一些绝世人物会找来 一众修道者都在推测 无比期待 当灵巡来到星旗海之盼时 将这些议论生全都一丝不落地收入耳中 他神色不动 悄然坐在距离海岸最近的一座岛屿上 打算继续聆听 以此来判断最近一段时间 随着大事临近 外界发生了多少轰动无比的大事 至于离开星旗海前往外界闯荡 灵巡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第1106章如日中天 清洗海之盼 随着时间推移 陆续又有不少修道者闻讯而来 彼此都在议论和等待 消息确定了 是天书圣地中走出的一位不适奇才 名叫楚中天 不久后 他将清灵此地 镇压灵魔神 很快 有人吐露出可靠的消息 引发全场震动 就是那个千年来 曾三次出世 三次皆夺得四域星榜大笔第一名的逆天怪物 就是他 此人早在千年前 就被视作绝代天骄 独领一方风骚 每一次出世 皆如金龙出冤 搅动天下风云 场中议论声不断 显然 都清楚这楚中天的来历 苦苦执服千年之久 只为等一个大势成亡之机 这楚中天可真够能忍的 有人感慨 当今世上 绝颠天骄的个人战力 可不是以时间来划分的 楚中天的确很了不起 堪称资深的绝颠巨头 但世人皆知 在他第三次出世的时候 就曾败在云庆白手上 忽然 有人冷笑出声 众人一争 倒是猛地想起来 却有此事 楚中天第三次出世时 也正是云庆白风头最近的时候 才数十岁年龄而已 就已被视作股荒域王静以下第一人 出于某种未知的缘由 楚中天主动邀请云庆白一战 云庆白毫不犹豫就答应 结果出人意料 被所有人都看好的楚中天 终究不敌云庆白 被强势镇压 当时 云庆白曾说过一句名动天下的话语 若战力需要靠时间积累 那么一头能够活上百万年的诛 是否完全可以天下无敌 言辞中的不屑 毫不掩饰 楚中天当然不是诛 他之所以不破镜 只是为了等待大事来临 而非是欲在修炼时间上占据优势 可不管如何 他终究失败了 从那之后就消失于世人眼中 又一次进入闭关中 这一次 楚中天终于等来了大事 却没想到 第一个要镇压的 就会是灵魔神 他当年虽败在云庆白首中 可也无损他的威名 毕竟 能够三次获得新榜 大比第一的人物 绝没有一个寻常之辈 灵魔神有危险了 他只是小巨头榜第一 还不足三十岁 相较而言 无论是底蕴 还是个人威名 都相差楚中天太远 那倒也不见得 还是那句话 在眼轮镜中 个人战力从不是以修行时间来衡量的 在我看来 灵魔神不见得会逊色于这楚中天 场中 议论不断 夹杂着争议 可很显然 大多数人还是极其看好楚中天 看好灵巡的只有寥寥数人 至于灵巡 虽闹出了许许多多风云 可是和当年的楚中天相比 在名声上却要逊色不少 一个只是小巨头榜第一 而另一个则曾三次夺得新榜大比第一 这种名誉上的差距太明显了 名誉 不见得代表修道者全部的战力 但圣名之下无需是 楚中天之强大 世人皆有目共睹 原楚 林荀将这些听在耳中 心中却是波澜不惊 无论是古代怪胎 还是当代绝颠巨头 在修为上终究都处于眼伦镜层次 修为 乃战力之根基 在这一点上 林荀可不具古今任何人 至于战力的高低 那就要看各自在绝颠到图上 所拥有的成就了 在这一点上 林荀同样有着绝对的自信 这种自信 根本不需他人的肯定和评判 而是酒精磨练 养成的一种无敌气魄 让林荀皱眉的是 神秘女子曾对天书圣地等六个古老道统 进行振折和警告 可很显然 这些道统虽忍住 但并没有放弃打击自己的心思 不能以大欺小 他们就出动了楚中天这种角色 要以此来打压自己 挽回颜面 甚至可以预见 此次是楚中天 以后可能会跑出来更多类似的角色 在众人的闲聊中 林荀也是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 古荒域就像变天了一样 陆陆续续有一个个 避逆盖世的妖孽 其才横空出世 这让天下为之震动 同时 世上各大道统 族群皆展开行动 为即将来临的大事做准备 令得世间风起云涌 呈现出空前的大变动 甚至 一些原本寻常不起眼的势力中 竟都有血藏的逆天怪胎出世 令世人瞠目 乱世出英豪 大事 也注定是群星闪耀 轰 即远楚天穷 末地响起闷雷般的轰鸣声 引起在场所有人关注 就见一亮紫金宝碾有几头锐手拉着 碾压着云层 隆隆驶向这边 眨眼间 就已从虚空中降临 撕 不少人倒吸凉气 察觉到那驾驭紫金宝碾的 赫然两位王静强者 谁这么大架子 敢让王者充当车夫 众人抬眼看去 就见一道受血鼻挺 身穿悬衣的青年从紫金宝碾上走下来 刹那间 所有人眼睛一阵刺痛 因为这悬衣青年周身气息太赤胜 金灿灿的神灰将他笼罩 一对眼眸开合间 宛如有大日浮现其中 射魂躲破 处中天 其光芒如日中天 唯有真正见到他 才明白其威势何等下人 就像一轮赤胜的太阳 出现在了场中 场面极静 一轮声皆消失 鸦雀无声 众人皆自觉让开了道路 同时 一股说不出的期待和亢奋在众人心头涌起 此次出世 处中天似乎更强了 有无可匹敌之气势 宛如一镜之霸主 他此次亲自来镇压灵魔神 后者敢应战吗 众人无比期待 处中天似浑然没有察觉场中变化 他身影灿灿 跺步来到兴起海之盼 放眼远眺 带着一种惬意 宛如闲庭信步 在观赏景物 远楚 两名王者茉莉在紫荆宝眼前 对场中知事似不闻不问 盘西坐在距离海岸不远楚 孤岛上的林巡 也注意到了处中天 但也仅仅只是略意打量 就收回目光 心境如古井 不起一丝波澜 林巡 可敢现身一战 末地 处中天开口 声音不大 却隆隆激荡于天地间 朝兴其海深处扩散 林巡忍不住笑了 这家伙倒也直接干脆 可惜 他等候于此 可不是为了等他处中天前来挑战的 大事很快就要来了 林巡可懒得这时候动手 并非畏惧 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意义 他长生而起 就打算返回兴其海深处 继续修炼 可就在此时 处中天忽然道 我知道你在这里 今日我来死 就是欲和你一战 一 是为了替死在你手中的天书圣地传人报仇 二 则是为宗门血耻 声音回荡在天地间 但莫中带着无尽肃杀 很强势 众人心中皆震荡 处中天自现身 根本就不掩饰来意 简单直接 却无形中流露出一种悲逆霸气 你走吧 大事来临前 我不打算出手 林巡随口道 众人先是一争 而后皆狂喜 林魔神果然就藏在兴起海中 之前 他们可也只是怀疑 现在终于确定了 感觉没有白来一趟 我既然来了 就不可能离去 无论你畏惧与否 这一战 你今日注定逃不掉 楚中天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味道 仿佛帝王在下打指意 林巡黑眸咪了咪 面无表情道 我若想急杀你 翻手便可办道 劝你最好别执迷不误 楚中天笑了 带着一丝肆无忌惮的味道 我听说过 你曾借助新奇海境之力量斩杀诸王 不过 我相信你这次肯定不敢这么做 哦 林巡挑了挑眉 这家伙也太自信和狂妄 谁给他的底气 楚中天挥了挥手 就见原楚地方 墨守在那里的一名王静老怪物 从紫荆宝脸中揪出了一个人 这是一名青年男子 明显被吓了静置 动弹不得 当出现时 神色尖尽是铁青和金物 可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场中其他人皆惊疑躁动起来 顾云廷当看见这被禁锢的青年 林巡则心中一沉 黑眸中不可抑制地涌起一抹冷冽寒意 当年在天书圣地盘踞的古仓周静捏 他和顾云廷早已冰释前嫌 并且他还曾好心提醒顾云廷 让他尽早离开天书圣地 以免遭受到自己连累 可林巡却没想到 楚中天竟会将顾云廷榜来了 怪不得他敢如此自信 叫嚣着自己必须和他一战 原来是手中抓有人值 以你的身份 做出如此卑劣的事情 不觉得过分 林巡声音变得冰冷起来 当年在古仓周 你不是也如此囚禁了雪千恒 张征 玉宝宝和裴文等人 楚中天神色坦然 道 我这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谈不上过分不过分 众人至此也终于看明白了 楚中天这次明显是有备而来 逼迫的灵魔神想不应战都不行 放了他 我与你一战 林巡没有废话 说话时 他在兴起海中现身 将目光锁定在楚中天身上 好 楚中天唯唯一笑 毫不犹豫答应 挥了挥手 竟是直接就放了顾云廷 似乎根本就不担心 林巡会出尔反尔 第1107章记指于此 林巡踏步虚空 来到海岸上 林巡 对不起 我 顾云廷被揭开了禁锢 此刻满脸羞愧 有些无颜面对林巡 交给我吧 此时因我而起 就当由我而断 林巡拍了拍他肩膀 而后 看向远处的楚中天 这一瞬 他宛如变成另外一个人 毫不掩饰自己的杀鸡 黑魔涌动若冤 一股无形的威势随之笼罩这片天地 浩强 众人心颤 大都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林巡发威 还算不错 不过 若无那位女圣人为你撑腰 你也注定掀不起什么风浪 楚中天窥然不动 周身流逸金色神灰 演化出千百道森然刀器 流转灿灿神霞 景象惊人 你说错了 我林巡修行至今 放眼同辈 还不曾依靠他人之手来解决麻烦 对付你 也同样如此 林巡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皆身以为然 此话 绝对毫无虚假 了解灵魔神过往的 谁敢说他仗是七人过 没有 他一身之威名 借靠着自身一人拼杀换来 累累战机 毫无水分 任谁都不能诋毁 若不是上次有六位圣人一起出手 太过欺负人 那位神秘女子只怕也不可能 现身为灵魔神撑腰了 而今 楚中天却说出这等话 明显有诋毁之意 如此最好 我也可以告诉你 这一战 我会亲自将你镇压 让你死也死得心服口服 一股杀意从楚中天身上席卷 如同金涛震天 横扫这片区域 他如神之般屹立在那 浑身刀气赤胜 金光璀璨 修炼千年之久 连当年的云庆白都打不过 也敢说出如此大话 林寻晒笑 枪 神刀森然 枪枪耳鸣 楚中天身影未动 但是在这瞬间 却有数百道金色刀气扫来 如同一片瀑布红霞 璀璨无比 破杀而至 林寻落掌为拳 汉天酒崩倒的奥义汇聚其上 而后猛地劈打而出 全盲如凝炼 鼓着而空灵 迸发于虚空中 现如今 他随手一拳 就能演绎出汉天一拳的威能 和参与小巨头榜之前 早已变得不同 轰 刀气和拳竟碰撞在一起 令此地虚空塌陷 神辉爆战 刹那间 两者激战在一起 众人皆纷纷退避 此等对决 绝对是旷世之战 破坏力太惊人 谁也不愿被波及到 枪 刀气纵横 楚中天身影若大日 横移虚空 在他周身的金色神辉 全都化作金灿灿的森然刀芒 而后 惊人的一幕出现 那些刀气演化作一对刀翼 弥漫绝世锋芒 遮天盖地 楚中天速度更快 气息更可不 冲杀时 虚空都崩溃 刀芒成百上千道 鸡舍横扫 杀伐乾坤之间 那等刀翼 宛如可斩鬼神 林寻身影如虚幻 踏兵吃步 演绎汉天酒崩道 每一道全境迸发 都呈现出无坚不摧 汉天动地的大势 到了他这等境界 一朝一世以充盈道地之力 能够牵引天地大势 令山河万物共振 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两者碰撞 若惊雷对轰 除血枪枪刀营 还有至强至刚的全境呼啸 爆发出恐怖无边的波动 瞬息接触 以示上百次交锋 光芒赤裂 照亮这片天雨 两人交错而过 揭露出异色 楚中天更实的是吃惊 被林寻的力量惊到 远不像他预估的那般 林寻则是有些诧异 通过短暂接触 让他瞬间判断出 对方在绝颠道徒的修炼上 应当已迈入登峰造极的门槛 这已经是绝颠道徒最高的一个境界 迈入此境 已可以称得上绝颠霸主了 也不怪此人能连续三次夺得新榜大笔第一 且形式如此霸道和直接 原来是有所依仗 刷 楚中天于虚空中寒玄 宛如一只神秦横及九天 再次冲来 这次所有人都察觉到 楚中天气势更可怖了 在他背后 一对由密集刀器所化的羽翼 就如大鹏金翅 此刻骤然亮起滚滚雷暴电弧 炫亮夺目 令人挤欲窒息 雷暴刀翼 有人大叫 这是天书圣地不穿之密 极其难练 非常可怖 这种刀翼一成 不经速度暴涨 而且战力激增 能搅动天地 翻转山河 杀伐之力灵力之极 近乎无物不窄 灵巡却不慌不忙 运转真龙之道 冰吃不渝 瞬间产生值的蜕变 让灵巡犹如画作一头冰吃 腰脚腾磨 压迫苍穹 通龙 两者又一次激战在一起 刀器冲销 全禁如龙 可不得战力波动 若汪洋般汹涌 这片天地都被淹没 只能看见两者的身影 不断碰撞 片刻后 两者皆倒退 楚中天脸色冰朗 他肩膀储被全禁扫中 有鲜血蹦射 只差一点 就扫中他的头颅 灵巡周身轻挥流转 体外阴晕道光 细细避逆盖世 随意屹立在那 就有气吞山河的魔神之事 灵魔神 浩强 不少人心颤 谁都清楚 灵巡刚以不到三十岁的身份 夺得小巨头榜第一名 在当今年轻一辈 终以堪称第一人 而楚中天无疑要更耀眼 千年以来 三次出世 三次夺得新榜第一 惊动天下风云 被是做不是奇才 除了败给云庆白 已近乎无敌 可现在 楚中天霸道初级 却似奈何不得灵魔神 且还负了轻伤 这岂不是意味着 在绝颠道徒的竞争上 灵魔神早已超脱当今年轻一辈 拥有了和老牌绝颠巨头叫板的威能 若真如此 就太吓人了 此时 楚中天心中也难以平静 本以为此次出关 可以横推当时一切对手 能够和自己争锋的 也只有和自己一样的上一辈绝颠人物 可现在 却遇到了对手 这让他都有些难以置信 当年他败给云庆白时 对方已号称王静之下第一人 而眼前的灵魔神可比当年的云庆白更年轻 以气势汹汹而来 却就这点能耐 怪不得当年会败在云庆白手中 都早已注定的事情 灵巡皱眉 倒并非是讽刺 而是经过真正的交锋 他已彻底判断出对方的底蕴和深浅 楚中天的确很强 可却令灵巡高估了 本以为一个闭关千年 曾搅乱天下风云的绝世人物 应当有着极其恐怖的战力 可现在看来 却令灵巡有些失望 实则 并不是楚中天不强 而是如今的他已站在绝颠倒图的空前地步 在不死秘境修行的一年 更是让他将自身倒横补全至圆满地步 就像如今他欲提升战力 只能靠锤炼五道力量 在倒图上 已再无可提升的余地 大言不惭 楚中天声音低沉 眸光冷冽 带着一种无情 看着灵巡 他又闭扬起 枪的一声 出现一杆流淌雷电光泽的青铜绽毛 斩你 他挥动绽毛 雷霆轰鸣 电芒击射 背后刀锋羽翼翼翼翟 就俯冲杀来 灵巡的话 刺痛了他的自尊 自他出世 就傲是当代 被寄予厚望 是做能够在大事中争霸的最强者之一 唯一的败机 就是败给云庆白 这是一个污点 无论他这一生多辉煌 达到何等高度 注定无法洗涮这个污点 但是 他可以败在云庆白手中 却绝无法容忍被灵巡这般一个年轻人讽刺和诋毁 咔嚓 灵巡神色自若 抬手一指 一道弊案应掠出 汇聚真龙道运 和对方的绽毛交锋 那青铜绽毛明显是了不得的古堡 绝世风锐 缠绕雷刚 足可以毁灭和积粉万物 只是 灵巡可不是任意拿捏的软柿子 轰 他依旧赤手空拳 是如魔神般横推 开始演绎杰龙九变 一道道杰自苑号浮现 烙印虚空中 发出震震龙银般的苍茫声音 激荡四野 不少修道者都被震得双耳嗡鸣 眼前直冒惊心 细血翻滚 难受得快要咳血 心神上 更是承受着一种龙威压迫 他们骇然 皆再次纷纷退避 杀 楚中天暴喝 两者厮杀虚空之上 犹如两条蛟龙撕咬 生死搏杀 神灰如潮水般释放 在他们之间激荡 形成恐怖的毁灭力量 这是惊天之战 起码对观战者而言 无论是灵巡 还是楚中天 都已称的上当是绝颠人物中的巨拨 楚中天的强大无庸置疑 可最让人惊艳的 无疑是灵魔神 不错 就凭他展现出的战力 就是去参加星榜大笔 也拥有问鼎的资格 可惜 大事来临 星榜大笔也注定无法进行了 原楚 修道者惊叹 大敢不虚此行 亲眼见识了一场绝颠之绝 只是 场中发生的变化 令得他们的议论戛然而止 扑 虚空之上 楚中天横飞 被一道截字狠狠硬在胸膛处 令他皮开肉绽 骨骼断裂塌陷 这一次 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正面交锋中 灵魔神强势疾伤对手 展露盖世之威 所有人心中都是一颤 楚中天难道真的要败 与此同时 林寻踏步虚空 向前逼去 冷然道 连当年的云庆白都打不过 还敢来挑衅我 自找死亡也不过如此 声音隆隆 向彻乾坤 众人皆呆住 这话众一思可就太吓人了 只有打败云庆白 才有资格挑战他灵魔神 这分明是连云庆白 也不放在眼中啊 第1108章插手 林寻一句话 震撼全场 而话音落下时 他人早已杀了过去 想击败我 不可能 楚中天大鹤 浑身发光 气息一下子强大了一大截 血气沸腾 宛如有一头远古凶兽于其体内觉醒 不少人都吃了一惊 他怎么突然变强了 其体内封印了一股力量 于此刻被揭开了 有一位老者低语 看出了其中玄机 封印力量 众人倒吸凉气 这才是楚中天真正的底牌 轰 雷霆占毛略空 霞光滔滔 轰塌长空 将林寻的攻势瞬间就化解掉 太恐怖了 不少人头皮发麻 楚中天何止是变强了 而是变得太强 和之前宛如判若两人 林寻也感受到很大压力 神色认真起来 但依旧无惧 赢了上去 与之对决 此地顿时如乱流卷天 被狂暴惊人的波动淹没 光芒刺目 原本 我欲在大势争锋中才暴露这等手段 而你能现在就逼我动用 足可以死而无憾了 楚中天每一寸肌肤都在喷勃金色神灰 宛如大日印空 背后雷暴刀一拍打 手中占毛迸发炫亮电弧 威势震乾坤 他攻势凌厉 迅猛无体 快看 雷魔神在闪避 不敢硬汗 这楚中天彻底爆发 果然是神勇盖世 锐不可当 人们震惊 难以置信 雷巡的确在闪避 并非不敌 而是察觉到楚中天的气息有古怪 看似强大无匹 但似乎很难持久 就仿佛激发潜力的拼命击杀 当激发的潜力耗尽 注定会衰败 这和牙子之怒有些相似 但牙子之怒虽对自身精力消耗极大 但却足可以持久战斗 明显要更胜一筹 果然 随着时间推移 楚中天看似依旧强盛之极 但灵巡还是敏锐察觉到 他的力量开始衰退了 轰 也在此时 灵巡爆发 周身浮现一个各个具不同形态的节字 每一个宛如大道真地胶筑而成 灿灿大放光明 龙吟浩瀚 响彻九天十地 而后 朝楚中天震杀而去 众人发毛 这等秘法 宛如大劫降临 向替天刑罚 欲击杀一切阻挡者 太过赤胜恐怖 天地茫茫 皆被杰自己买 龙吟不断 仿似天羽都要崩塌 楚中天挥动 战毛进行全力抗衡 但是他脸色却在变幻 屈体也在颤速 似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砰 一枚其异弱 蚯蚯蚓书写的杰字 爆发出腹系状奥妙 应生生将楚中天阵的虎口撕裂 战毛翁的一声哀鸣 脱手而飞 腾 一枚血型逆纹凝聚的杰字降临 呈现必暗印的威能 将楚中天的肩膀都砸得粉碎 血水飞洒 躯体都为之一尘 若非有一道金灿灿的战甲浮现 将其躯体护住 半边躯体只怕兜得被砸烂 即便如此 肩膀也是血肉模糊 遭受重创 啊 楚中天大吼 长发狂舞 眼睛都红了 他难以接受这一切 才刚出关 自认可以在大事中崛起为王 哪曾想 仅仅只是对付一个当代小巨头第一名 却遭遇这般重挫 这打击就太大了 斩 林寻此时已化作一道惊天长虹 探手一抓 神灰化刀 急速冲了过来 当头披下 这一击 可谓毫无保留 灌注了林寻一身的精气神 杀伐之力暴涨 而施展的则是生灭斩之奥义 不得不承认 楚中天极其强大 在这危难关头 自身也在爆发 且能彻底被燃烧 抵挡这一击 可终究徒劳 神灰凝聚的刀锋 演绎生灭之意 一寸寸破开其防御 令其身上的保甲都碎裂 众人惊呼 心都悬在嗓子眼 紧张无比 波 楚中天眉心裂开 出现一抹烟红 他瞳孔骤然收缩 发出一声怒吼 竭尽全力对抗 并迅速朝后暴退 只是 临寻这一刀如屈腹骨 紧紧逼迫 令他额骨都有崩裂的痕迹 肌肤都已被刺破 鲜血流淌一脸 显得格外猙獰 这刀器 过于凌厉 无坚不摧 要劈开起头颅 斩掉其原神 哄 只是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一道璀璨的道光略出 将楚中天裹鞋挪移 到了原楚 避过了这一劫 这 众人皆错愕 猝不及防 我就知道 你带了两条老狗来 不可能不插手此事 林寻却似早已料到 非谋如电 看向紫荆宝脸旁边的两位王静老者 年轻人 火气太旺盛可不好 缺少风度和修养 无力于你的成长 一个枯瘦老者身体 弥漫着王道神光 站在那 冷冷看着林寻 神色漠然 另一个老者 则将楚中天搀扶进紫荆宝脸 小心保护起来 见此 原楚观战众人皆皱眉 心中暗骂着两老家伙多事 明显是输不起 老儿不死是为贼 就凭你 也有资格教训我 不妨告诉你 之前我若想及杀这楚中天 根本不必等到现在 无非是因为你们两条老狗太爱眼 让我不得不防范 林寻吃笑 黑魔却异常冷冽 如今看来 我的小心并没错 同辈之争 而等却不顾颜面插手 不嫌丢脸 他没有撒谎 之前若动用断刃 早批杀了楚中天 之所以有所保留 无非是在警惕那两位王静 年轻人 过刚一辙 我们静的是你背后的那位女圣大人 可不是静你 酷受老者浑身散发着寒意 眸光幽朗 若是要出手对付你 你觉得还能站着跟我说话 呸 不要脸了 输了就是输了 还这般抵赖 是打算让全天下人都看不起你们天书圣地吗 墨地 一道粗犷的大骂声响起 而后 阿鲁那雄俊高大的身影出现 扛着一杆冰铁锯棍 一脸比一地 显腻着那哭受老者 临巡一争 这家伙怎么也跑来了 大哥 金儿安来为你助威 我相信 在场的同道肯定也看不起这种卑劣行径 阿鲁充分发挥了嘴炮的天赋 挥斥方求 吐沫横飞 场中众人都沉默 没人回应 显然 都不愿意因此开罪天书圣地 可在心中 却都感觉阿鲁骂得很痛快 此次天书圣地办事确实太不地道了 哭受老者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阿鲁 而是看向铃巡 道 年轻人 奉劝你一句 还是小心一些最好 大事已经要来临 到时候只怕你背后的那位女生也无法再给予你保护 你这是在威胁我 铃巡黑魔幽碎 带着冰冷的寒意 不 我只是提醒你 不要小觑任何道统 能够从上古时代言存至今 其底蕴之雄后 根本不是你能够揣跺 想杀你 也亦如反掌 酷受老者淡淡道 当然 他也只敢这么说说 不敢对铃巡动手 因为怕惹出那神秘女人 他要是敢不守规矩 那后果注定会很严重 甜不知耻 只会威胁 老家伙 你能不能不这么不要脸 远处的阿鲁大叫 闭嘴 酷受老者再好的脾气 也被阿鲁惹毛了 脸色一沉 身上散发出一股无形的威压 逼迫而去 谁知道 阿鲁咧嘴一笑 扛在肩膀上的冰铁巨棍猛的挥起 身影暴冲而起 一棍子破天砸来 初开始 酷受老者还不屑 可当这一棍砸来 脸色顿时变了 猛的抬手全力拍出 轰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 酷受老者竟被一棍砸得倒飞出去 扑通一声叠落在十多帐外 摔得狼狈不堪 而阿鲁 则毫发无损 全场众人顿时震撼 这野蛮人也太彪悍了吧 唯有林寻很平静 当初也就在此地 领保圣地的苏空曾偷袭于他 结果却被阿鲁一棍打飞 要知道 苏空可是一位踏足长生境的王者 而眼前这酷受老者 甚至都不如苏空强大 还去招惹阿鲁 也活该他倒霉 不要脸的老狗 垃圾 丢人现眼 阿鲁的意洋洋 肆意训斥 正宝 酷受老者起身 脸色铁青难看无比 他已看出 阿鲁手中的巨棍 是一件极其可怖的圣宝 你是哪个道统的弟子 是打算为自己招灾吗 酷受老者声音透着杀鸡 招灾你大爷 我对不死你 阿鲁登石脑了 嗷嗷叫着 舞动巨棍就冲了过去 像一道龙卷风似的 狂暴凶残生亡 走 另一侧 一位王者驾驭紫荆薄脸 腾空而起 呼唤枯寿老者一起跟上 显然 意识到局势不妙 下次再杀你这小畜生 枯寿老者憋了一肚子 恶狠狠瞪了一眼冲过来的阿鲁 撂下一句狠话 就欲离去 我让你走了吗 可就在此时 他耳畔响起 灵巡那冷冽的声音 而后 视野中就出现一片如梦似幻的璀璨心灰 从天降临 不好 酷寿老者一下子是彻底慌了 察觉到这是新骑海的静置力量 惊得魂儿都差点飞出来 他哪会不知道 当初灵巡就是凭借此等力量 于此斩杀诸王的 轰 他几乎是竭尽全力 将自身修为推到了极限 朝远储虚空暴冲 同时更是寄出一口灵箭 去阻挡那笼罩而至的心灰 第1109章绝颠之狱的传闻 瞬间 灵箭被心灰笼罩 剑身遭受腐蚀 而后崩灭掉 与此同时 一道心灰所画的长刀掠出 宛如大道闸刀似的 心而一举斩在枯受老者身上 突 其肉身骤然暴碎 不过 其原神却是抢先一步脱壳而出 避开一劫 刹那间已是逃得无影无踪 空气中 还物质回荡着 他那震怒无比的嘶吼 场中众人见到此目 都汗毛倒树 震惊无比 一个强大无匹的王者 就这般被轻易毁掉肉身 甚至 若不是及时逃遁 极可能行神俱灭 许多人都是第一次 见到灵巡 运用新奇海境之力量 故而产生的震撼 可想而知有多大 而后 场中全都沸腾了 看向灵巡的目光都变得不同 这是一个魔神 连强势如楚中天 都败在他手中 差点殒命 而面对一位王静的俯视和不屑 他毫无聚色 更是以强硬手段进行还击 杀得对方原神脱壳而逃 场中许多人都惊叹 虽沉寂一个月时间 可灵魔神还是那的灵魔神 强势避逆不可匹敌 大哥 早知道你就该先诛了那两个老畜生 然后再对付那楚中天 这样绝对可以一锅端 赢得漂漂亮亮的 阿鲁扛着冰铁锯棍返回 问声问起说道 一锅端 林寻唇角抽搐了一下 没想到这家伙比自己还心黑 不说这些 你怎么来了 林寻问 大哥有难 做兄弟的岂能不前来相助 阿鲁正色凛然 林寻叹了口气 阿鲁 你可别叫我大哥了 这家伙模样显老 一脸的粗广 谁能想象 这是一个才十九岁的青年 若被人看到他喊自己大哥 非误以为自己比他年龄更大不可 不行 你就是我的哥 并且老混账说了 以后让我跟你混 说这样的话 大事来临后 咱们兄弟齐心 足可以横扫天下天骄 称王称霸 快活逍遥 阿鲁嗓门很大 语气简直跟绿林土匪似的 林寻瞥了一眼远处众人 连忙叫住阿鲁 朝兴起海深处行去 这家伙口无遮拦 一些明显夸夸而谈的话语若传出去 也不知会被传成什么样子 这一战 不出林寻所料 还是传出去了 沸沸扬扬 传遍各大道统 一时间 不知吸引多少目光注意 楚中天的强大 事实所皆知的 可却依旧败了 被林魔神差点击杀 这就很令人吃惊了 许多道统都开始重新评估林寻的战力 认为他应当已具备绝颠巨头的战力 甚至更强 到了后来 还有不少横空出世的绝代人物扬言 欲前往兴起海 镇压林寻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不过 这些消息很快就被掩盖 因为随着大事即将来临 古荒域每天有着太多轰动的大事情发生 最惊人的是一个名叫赤林霄的青年 来自某一古族 沉寂万年之久 而今出世 横行世间 掀开血腥杀戮 第一次 某一古老道统的四大传人联手出击 结果被赤林霄台手间轰爆 随后 八十一脉的第一强者被赤林霄镇压 剥皮抽筋 扬长而去 紧接着 陆续又有数未决颠人物被击杀 这引发无尽震动 因为都是一人所为 赤林霄犹如杀神 横行东圣界内 一路击毙了不知多少同辈耀眼人物 六玉灭石宫终于被人炼成了 此宫毁天灭地 犹如大玉炼乾坤 有神党杀神之威 没曾想 十个无垠岁月 再次显现世间 这则消息一出 天下轰动 一个被封藏万年的古代怪胎 而今从沉寂中走出 自然是为大势成王之机而来 并且 他桀骜不羁 凶性十足 及其张扬帝宣告天下 当是同辈之中 难道无可对决者吗 这引发天下波澜 有古老道统的老怪物出动 欲暗中击杀赤林霄 但屡次都无法得逞 反倒被击杀 原因就在于 赤林霄身上有圣宝 威能震天 大事不曾真正抵达 就行杀伐之事 太张扬了 一座烟雨朦胧的古老城池中 一名白衣家人堕不接头 仙尘不染 他周身流动冰雪光泽 面孔绝美而清朗 犹如一座孤傲冰山 令人自残行贿 林雪圣女出现了 这一日 这座城池中传出消息 震动天下 林雪圣女 这可是曾于三千年前 经验一段岁月 令无数天交境折腰的 绝代佳人 自他修行开始 每一步皆堪称圆满 犹如神女般 有着足以令无数 交子仰望的底蕴 我为大事而来 无欲数敌 亦不拒敌 这是林雪圣女的话语 平淡而自若 却显露出一种绝对自信 风姿盖世 除此 尚有其他一些怪胎和奇才的消息 也频频传出 不乏一些比支持林霄 林雪圣女更惊艳的角色 相交于此 林寻击败楚中天的消息 也只是众多消息中的一个 无法再独占世人的目光 这些都和林寻无关 若不是此次为了救回顾云廷 他都懒得去和纳楚中天对决 清洗海 孤岛上 林寻准备了烤肉和美酒 正在招待阿鲁和顾云廷 李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 林寻原本还打算从阿鲁口中了解一些消息 哪曾想 这家伙净是一问三不知 李会那些古代怪胎 奇才 圣女妖孽做什么 和我毛关系都没有 值得我留意吗 若敢招惹我 一棍子砸死不就完了 阿鲁寒寒糊糊说道 他正在啃黑狗肉 吃得满嘴流油 好不痛快 仿佛手中的美酒和烤肉 比那些出事的奇才添交更重要 为心美肺 林寻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句 他已经了解到 阿鲁这次的确是专门找自己的 并且还打算赖着不走了 说是要跟着他一起闯大事 罗造化 林寻导也挺高兴的 以为这是阿鲁对自己的一种信任和佩服 谁曾想 真实原因却是 阿鲁的师父 也就是那的邋遢老道说 这灵魔神一看就是阴险狠辣之辈 只要提防着不被他坑了 保管不会在大事中吃亏 说阴险狠辣倒也罢了 还要提防着不被自己坑了 这让林寻都不得不承认 这还真是一个老混账 我倒是听说一件事 如今随着大事越来越近 那些古老道筒中的绝颠人物 皆在为进入一个名叫绝颠之域的地方做准备 顾云廷忽然说到 认为这个消息应当对林寻有帮助 果然林寻顿时被吸引 问其此事 听说大事来临之后 古荒域会产生惊变 显现出一方神秘的古域境 进入其中就能夺取成就决颠王者境的造化 故而此域就被称作决颠之域 在上古时代 这决颠之域就曾降临世间 吸引了不知多少天骄和奇才进入其中争锋大道 说到这 顾云廷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天骄金榜也会在绝颠之域显现 那地方谁都可以进入吗 林寻忍不住问 这很关键 顾云廷道 王静以下 皆有机会进入 林寻按松一口气 如此就在好不过了 若是没有这等限制 王静老怪物和圣人只怕也都会忍不住进入一探 只是 当林寻想具体了解绝颠之域的情况时 顾云廷却摇头不知 因为他也只是听闻 不曾有机会深入了解 即便如此 林寻还是判断出 大事 对于成就绝颠王者境的每一个天骄而言 其目标必然都会锁定在绝颠之域内 这也就意味着 到那时候 诸天万骄必然会进逐其中 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道争锋 且注定会很惨烈 毕竟 绝颠王者境可不是谁都能够达到的 如此推算 云庆白到那时也必然也会进入此地 林寻心中暗道 九宝贩族 阿鲁很不见外地找了处地方呼呼大睡起来 像是有了林寻这个大哥之后 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一样 显得很不见外 原本林寻打算将顾云庆留下 可对方打算离去 探寻大师的消息 他虽非绝颠人物 可却并不打算放弃这个目标 这倒是让林寻心生一丝敬意 顾云庆有如此执着之心 只要坚持不懈修行 以后成就肯定会越来越高 顾云庆离开了 林寻和阿鲁继续留在了孤岛上 从这天开始 林寻又一次进入修炼中 或参悟大道力量 或推演自身所掌握的诸斑道法 不曾浪费任何时间 偶尔 他还会参悟大藏集经中的奥秘 对比自身道徒 常常有畜类旁通 举一反三之感 让林寻或一肥浅 这可是杜吉圣僧和黑皇圣后 一起锁着的道点 历经无垠岁月的五星力写所编转 其内不止包罗着大地藏四和皇族一脉的道语法 还有两位圣人对大道的体悟和经验 弥族珍贵 价值之大 还要在一些古老道统的正派古经之上 林寻既非佛修 也非皇族后裔 却能够参悟和修习此道经中的诸斑奥义 由此 就可以看出此道经和等超绝和不凡 不知绝间 已是半个月时间过去 这一天正自参悟无常展奥义的林寻忽然浑身一颤 墨地睁开了眼眸 第1110章敢语珠交是笔高 从修炼中惊醒 林寻神色有些异样 他掌心一番 无字宝塔浮现而出 轰而后 一道闷雷般的轰鸣响彻 一片金光蒸腾而出 直冲九霄 正自呼呼大睡的阿鲁赫的浑身一哆嗦 增地爬起身拎着冰铁锯棍就嚷嚷起来 他娘的 何方妖孽 这时候 那璀璨的金光汇聚 逐渐勾勒出一道身影 双手腹背 暴力虚空 抬头仰望着天穷 唏嘘开口 上古万邦无为王 霸荒六合无独长 今朝觉醒大事前 敢与诸交是比高 低沉而带着雌性的声音在天地间飘荡 头顶心穷浩瀚 如烟如雾的金色光辉收敛 显现出身影的真容 一袭绿袍 肤色白皙 面如冠玉 极其俊俏 生着一对金灿灿的眼瞳 此时他覆手于背 仰望天穷 唇角挂着一抹邪魅而碧腻的弧度 显得异常惹眼 阿鲁瞠目结舌 这是哪位神仙 连寻唇角则抽搐起来 数年不见 这丝风采更甚往昔 欲发的骚包自恋不要脸了 这人 自然就是老哈 三族金蝉一脉的后裔金独一 老哈扭头 神色威严 训施道 小林子 见到本王横空现世 还不赶紧过来叩拜 阿鲁倒戏一口凉戏 这货究竟是谁 竟敢称呼自己大哥小林子 却见林寻皮笑容不笑道 叩拜 老哈不悦道 愚钝 小林子你该不会以为本王还和以前一样吧 不妨告诉你 本王已觉醒天赋血脉 掌握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秘法 此次现身 势必要脚踏诸天万骄 横扫环宇 登顶绝颠王者之境 出道这 他俯视林寻 傲然道 所以 你还是赶紧过来叩拜吧 说不准 我会看在以往情分上 在成王之时 赐予你一些机缘 足够你受用无穷 阿鲁一下傻眼 这么狂 却见林寻唯唯一笑 你确定要这么做 老哈嫌逆着林寻 道 本王可不是跟你开玩笑 啪 话音刚落 林寻就出手 一巴掌抽在老哈后脑勺上 后者一个猎窃 顿时大脑 喝道 小林寻 你改 啪 林寻出手如电 又揍了他一后脑勺 道 小林寻 李这是独王 老哈大叫 戏急败坏 他浑身蒸腾起金灿灿的神灰 双眸开合间 泵射出恐怖无边的火焰 犹如火海在瞳孔燃烧 威势 竟是一下子变得可不知及 独王 林寻一挑眉 老哈的确变得极其强大 不可同日而语 可却依旧挡不住林寻的巴掌 又一次抽上去 打得他脚下一滑 差点跌一个狗强屎的造型 我操 你你怎么可能变得这般强大 老哈慌了 再无比你自负之气 气急败坏 第五只后脑勺 一副暴跳如雷的模样 眼见林寻又抬起巴掌 老哈连忙尖叫 白手道 别打别打 还是不是一起同生共死过的兄弟了 林寻冷笑 你现在才想起来 啪 又是一巴掌打在后脑勺 老哈都差点泪流满面 他此次闭关数年 顺利决心血脉天赋 修为产生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早已和以往不同 本以为此次破关而出 定可以傲逆天下 横推一切同辈 哪曾想 仅仅一个林寻 就抽得他无可抵挡 谁是小林子 林寻问道 老哈脸色殷勤不定 似由自无法接受被林寻打击的残酷现实 只是 当看见林寻抬起的巴掌时 他顿时叫道 这世上只有小金子 没有小林子 小金子 林寻一争 而后才猛的反应 老哈本命不就是金独一 只是 这家伙自称小金子 怎么那么恶心 那我还需不需要叩拜 林寻又问道 老哈连忙摇头 善善道 玩笑 开玩笑而已 心中却悲愤无比 沉寂数年 本以为可以横行无际 暴视林寻一头 哪曾想 却竟沦落到这般地步 惨啊 他心中哀嚎 林寻无了一声 继续问 我这算不算毒王 老哈都差点崩溃 连忙道 我叫你大哥了 行不 都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哈哈哈哈 我还当多厉害 原来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啊 娘的 刚才差点唬住俺了 旁边的阿鲁肆无忌惮大笑起来 对老哈狠狠鄙 眼见一个宛如野蛮人般的家伙也敢嘲笑自己 老哈顿时恼了 冷冷道 苦包子 谁给你的勇气 竟敢嘲笑本王 信不信诛了你 阿鲁咧嘴一笑 不信 你 老哈彻底恼了 被林寻奏也就罢了 可现在连一个野蛮人也敢如此挑衅 这就不能忍了 轰 他猛地踏步而出 掌指一抓 璀璨的金芒旋转 隐约间 呈现出吞日吐月 抹一星斗的惊人意象 这一瞬 老哈威士竟是可不知及 以 林寻惊讶 袖袍一挥 兴起海境至扩散 避免误伤到老哈 与此同时 阿鲁也大笑一声 出手和老哈对决起来 轰 刹那间 两者对决在一起 产生可不得轰鸣 令这片天地都一颤 老哈浑身璀璨 金芒冲销 他演绎着一种堪称金式的道法 每一集打出 就呈现出吞吐日月的宏大气势 林立刚猛 霸蛮 初开始 阿鲁一个不察 竟是被压制 显得有些狼狈 这让他大脑 草包 真以为我怕你 轰 阿鲁身影一窄 身影若雄俊之山似的 血气若汪洋般沸腾 宛如一尊蛮神 挥动拳头时 虚空都似承受不住那等强横的肉身力量 产生尖锐刺耳的暴鸣 塌陷 游戏 没看出来你这土包子还是个走肉身成圣道徒的狠角色 若是本王没看错 你修炼的弑地极震是功吧 老哈有些诧异 似难以置信 你和上古神像五帝一脉是什么关系 少废话 你们金蝉一脉的后裔都是娘们吗 怎么那么啰嗦 阿鲁咆哮 身影伟岸凶猛 暴冲虚空 隐约可见 他周身肌肤毛孔舒张 浮现出一头头神像虚影 以身为玉 踏足星空 镇压万事 那等神威 令天地为之色变 梁门 老子打不死你个土包子 老哈尖叫 宛如被触犯逆铃 冲上去和阿鲁疯狂厮杀起来 两者斗战于星空之下 神灰滔滔 风云激荡 竟是上演一场旷世而惊人的战斗 林寻没有阻止 仰头观战 心中却有些不平静 他已看出 老哈经过数年的闭关修炼 已和以往攀弱两人 驻足在了眼轮静绝颠倒图之上 这很惊人 要知道在归虚时 老哈的战力可是孱弱之极 甚至曾言 他不曾觉醒血脉天赋 很难发挥出战斗威能 可现在 他彻底不一样了 变化也太大 竟一举踏足绝颠 这种蜕变绝对堪称惊世骇俗 并且 他掌握的道法也极其可怖 吞日吐月 摩依星斗 牵引周天大势 端帝是神妙莫测 恐怖无边 这从他能够和阿鲁激战 而不落下风中 就能看出端倪 要知道阿鲁 阿鲁可是小巨头榜前十的小巨头 并且今年才十九岁 来自一方秘境 走得还是肉身成圣道徒 可即便这样 老哈却能够与之战斗 着实让林寻有些吃惊 同样 阿鲁展现出的战力 也让林寻心中无法淡定 他清楚记得 阿鲁在小巨头榜之争上 可远没有现在这般强大 仿佛短短不到两个月时间 在阿鲁身上也发生了 某种惊变一样 立即镇是宫 上古神像五帝一脉 老哈说的是否是真 林寻这才发现 他之前几乎没怎么具体了解过阿鲁 这宛如野蛮人的家伙 实则应当有着极其惊人的来历 轰 墨地 天穷上的阿鲁挥动冰铁巨棍 犹如一尊蛮神挥起了破天之神器 展露出恐怖无边的毁灭力 神像酒链棍 你这土包子果然和神像五帝一脉有关 老哈四大吃一惊 他没有怠慢 眉心之地 骤然蹦射出一道璀璨如梦幻般的金光 仔细看去 那赫然是一枚宛如铜钱般的宝物 外圆内方 左右两侧生着金色飞翅 有晦涩而奇异的道文韵升其上 灿灿若一枚小太阳似的 当一击而矣 阿鲁的冰铁巨棍竟是被打得剧烈汪名 不受控制式的要脱手而飞 落宝铜钱 这世上真有这种玩意 阿鲁哇哇大叫 猛的发力 浑身力量奔张 这才死死控制住手中的巨棍 没有被挣脱 通龙 两者又一次激斗在一起 虚空都被打爆 乾坤问乱 这片海域都在剧烈翻腾 若不是灵巡提前控制住 此海的静置力量 光是这种战斗波动 绝对会引起周天星斗阵的镇压 只是 此刻已没心思理会这些 他完全被老鲁和阿鲁的战斗吸引 心中无法淡定 无论是阿鲁 还是老鲁 随着战斗愈演愈烈 所展露出的战斗手段 也越来越惊人 皆是灵巡以前没见过 让他哪能淡定了 但会一定的好好盘问一下这两家伙 灵巡暗自决定 第1111章封印的逆天造化 扑通 扑通 最终 老鲁和阿鲁被灵巡分开 从虚空扔在了地上 再打下去 两人非打出真火不可 这可不是灵巡想看到的 老鲁鼻青脸肿 俊美的脸庞像开花了一样 狼狈无比 躺在地上气喘吁吁 阿鲁浑身也直抽搐 每一寸肌肤都在哆嗦 气喘如牛 不愧是镇瘦万古的地级镇石工 例如神像压星空 微如大地震万事 今日能得见此功省微 我心甚喜 老鲁一脸深沉 唏嘘不已 只是 他脑袋红肿如猪头 一点都不深沉 很滑稽 唉 道有谬赞了 净缠一脉的吞星吐月经 有其吞斗牛之事 夺天地造化之妙 被誉为上古爵士奇功 我被自叹服辱啊 阿鲁也感慨不已 只是他浑身抽搐 似很痛楚 呲牙咧嘴的 反差很大 咱们这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是啊 很痛快的一战 见面及时有缘 不如 咱们一截金兰吧 妙啊 正和我意 老鲁和阿鲁越说越欢喜 一副惺惺相惜 相见恨晚的模样 就差把碧言欢 举杯对影了 够了 林寻强忍着心中的隔音 把互相吹捧的两人给拉开了 大哥 我觉得这略跑小哥可以当三弟 阿鲁眼神真挚地看着林寻 老鲁一愣 笑道 这只怕不妥吧 我可早跟林寻撑兄道弟了 你是后来的 咱们的辈分可不能乱 还是我当二哥吧 阿鲁摇头 这哪行 老鲁皱眉 这哪不行 天经地义啊 阿鲁怒道 你非要跟我争着当老二是吧 老鲁脸色一沉 你还年轻 老二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这是为你好 阿鲁增地起身 恶狠狠道 这老二我当定了 之前两人还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 现在却一下子剑拔弩张 让林寻也一阵头大 最可怕的是 这两家伙居然争着当老二 老二啊 林寻神色怪异 忍不住道 老二大家都有 何必争着要当呢 老鲁和阿鲁一愣 而后脸色都变了 一副吃到死苍蝇的模样 也罢 你就当老二吧 老哈一副豁达大度的样子 我不行 还是你来吧 阿鲁也开始推诿 两人心中也一阵个硬 刚才只顾着想压对方一头 却没曾想 老二这词儿可不是什么好词 每个带把儿的大好男儿 可不都有自己的老二 谁他妈愿意当这玩意 越想 两人心中就越恶心 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早知道就应该痛快地答应对方 林荀却乐乐 笑得很放肆 老哈醒了 林荀很高兴 接下来 林荀也是了解到 老哈闭关这些年 顺利觉醒了三族金蝉一脉的天赋 获得了烙印在血脉中的传承力量 一步吞日吐月经 一枚镇宝铜钱 功法是金蝉一脉的至高传承 宝物则是老哈的本命神兵 原来不是落宝铜钱 阿鲁似有些失望 老哈翻了个白眼 你懂什么 我这正宝铜钱修炼到极致 并可以蜕变为真正的落宝铜钱 阿鲁晒笑 就怕你办不到 落宝铜钱很厉害 林荀问 老哈顿时唇角一挑 道 号称能打落天下一切宝物 能不厉害吗 不过 这宝物只是个传说 自古至今也无人的剑 顿了顿 他的色道 不过我这正宝铜钱可不简单 内运一缕先天清洗 藏着一缕混沌玄机 只要祭出 虽无法打落圣宝 但打落一些王道级兵 却是绰绰有余 这一次 阿鲁罕见帝没有反驳 因为他刚才曾和老哈交手 知道这正宝铜钱的厉害 而后 阿鲁也坦诚 他修炼的的确是帝级正式功 但究竟是否和上古神像武帝一脉有关系 他也不清楚 上古时候 神像武帝曾是世间最强者之一 拥有通天无上之威 许多人都猜测 他已打破圣道极境避障 彻底跳脱于是超然于上 得大逍遥和大自在 老哈抒起一段秘心 只是后来 神像武帝却离奇失踪了 再也不曾显现世间 这次闭关 决心血脉天赋的同时 也让他觉醒了许多 沉寂封印的回忆 说到这 老哈忍不住 邪逆了阿鲁一眼 阿鲁坦然道 别问我 问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老哈有些不满 我只知道 传闻中三族金蝉一脉 早在上古就断绝 没曾想 还有后一言存于是 并且 还觉醒了烙印在血脉中的传承 阿鲁谋光明亮 盯着老哈 据我所知 纵然是在三族金蝉一脉中 可不是谁都能够 觉醒血脉传承的 老哈面无表情道 我族的事情 你懂个屁 阿鲁反唇相机 我是否和神像武帝有关 你又懂个屁 林寻连忙转移话题 这两家伙完全就是 针尖队卖忙 很容易就摩擦出战火 林寻 大事即将来临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 也注定是这一时代 最后一次的极境绚烂 过后 就将就此凋零 老哈豁然起身 毛子眺望天穷 声音慷慨激昂 这正是我被高歌猛进 扶摇而上的最佳时候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而后 他看向林寻 你有什么打算吗 林寻一争 踏足绝颠王者竟算不算 老哈一拍大腿 不愧是我被中人 大事 求的就是如此境界 当绝颠之欲降临 就是我被崛起成王之时 你也知道绝颠之欲 林寻诧异 废话 上古时代就曾出现过不止一次 我哪能不知道 老哈很鄙夷 这家伙就这样 不自觉间就会的色起来 气焰很嚣张 林寻一巴掌就抽在他脑后勺 顿时就压住了他的气焰 他这才乖乖地把关于 绝颠之欲的事情告诉林寻 王静之下 皆可以进入绝颠之欲 上古时代 绝颠之欲每一次降临 必然会吸引全天下修道者目光 无论是谁 只要修为不超过王静 皆会强迫脑袋争取进入其中 你可知道为何 很简单 绝颠之欲中的造化和机缘太多了 多道足以让任何道统 任何古族眼红 老哈吐沫横飞 一派指点江山的模样 我辈是为了夺取绝颠王者境的造化 而其他修道者则是为了夺取其他机缘和造化 总之 这就是各取所需 林寻忍不住问 里边究竟有什么造化和机缘 道法传承 古堡神料仙真还有天生的道文灵胎等 足以让圣人都疯狂 老哈眼眸金灿灿的明亮火热 甚至还有人曾在其中发现了真龙巢 仙皇姑 各种逆天的机缘绝对超乎你想象 林寻也不经倒吸凉气 真的假的 不可能有假 老哈道 最起码我知道 上古时代 曾有一个才仅仅只有真武镜修为的放牛娃 在绝颠之狱内偶然吞服了一枚神果 于短短百日之间 一举成王 林寻争争 这听起来太匪夷所思 这世上还有这等神奇无比的地方 你可知道 我为何要在今世才觉醒 老哈神秘兮兮道 不等林寻问 他就自己答道 因为上古时代 绝颠之欲虽出现过数次 但其中一些逆天的造化 却处于封印之中 依照上古那些大能者推断 唯有一场极尽绚烂的大事来临时 这些被封印的逆天造化 才会能被人探寻获得 出到这 老哈不禁愧叹 若非这些逆天造化被封印 无法被打破 上古时代 注定会诞生不少绝颠王者境 林寻猛地醒悟过来 道 这么说 你在这一世醒来 就是为了等待大事来临 进入绝颠之狱 老哈点头 以前我混混顿顿 什么也想不起来 是因为我体内血脉力量被封印 以至于记忆残缺 但如今则不同了 我了解了自身过往 知道该要做什么 林寻倒是清楚 当年的老哈的确很弱 连他自己是如何觉醒 如何来到这世上的都不知道 而后 林寻又想起一件事 最近一段时间 古荒域中不知有多少古代怪胎横空出世 引发了天下轰动 有的是陈级数千年的不是奇才 有的则是陈级万年以上的怪胎和妖孽 甚至还有陈级时间更长久的 比如 五行圣岛上的那位小公子 陈级与新秀之卵中的新幽地族少主少号 应当都是上古时代就已进入沉眠 而此时 林寻猛末地发现 身边的老哈 何尝不也是一个古代怪胎 否则 应可能直至如今才觉醒血脉力量 了解自身过往 一下子 林寻看向老哈的目光都不一样了 这家伙看起来是一个绿袍俊美少年 谁能想到 他会是一个出生在上古的老怪物 咦 你看个毛啊 老哈被盯得浑身不自在 林寻就按如找到了一个可攻解剖的猎物 眸光悠悠道 我很想知道 古代怪胎究竟是什么样子 和当代绝颠人物又有什么不同 不如 就从你开始 第1112章古代怪胎的底细 老哈浑身一哆嗦 被盯得心中发毛 连忙道 古代怪胎没什么特殊的 比之当代绝颠人物 无非是沉寂的时间久一些 续积的底蕴更恐怖一些 掌握的大道力量更精湛一些 而已 林寻目光悠悠 盯着老哈 道 未曾成亡 无可长生 从上古沉寂至今 历经了不知多少岁月 可偏偏依旧能够令古灵保持在年轻状态 这难道不叫特殊 老哈浑身发寒 我警告你 别想打我的注意 我绝对视死不从 阿鲁抢先开口 呸了一口 你又不是仙子圣女 眼睛瞎了才打你的注意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模样确实挺俊俏的 与世上一些花枝招展的娘们都好看 说到最后 他不禁发出黑黑的笑容 老哈气的差点跟着野蛮人拼命 他最恨的就是把他的容貌和女人拿来比较 而后 他叹了口气 道众生之寿源 寿时间之法则奴役 任谁都无法改变 除非能打破时间避障 方可以永恒长存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连圣人都很难摆脱时间之枷锁 古代怪胎虽能保持年轻之潜能 但却不是他们有多厉害 能够躲避岁月的侵蚀 而是他们皆是被血藏的种子 种子 林寻道 对 以无上禁忌手段 将自身潜能 生机 力量全都封印 便可避开岁月侵蚀 就宛如种子被血藏 只需解除封印 把种子在种下 就能飞快地成长 开花结果 老哈担心被林寻拿来解剖和研究 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古代怪胎的事情一一告知 不过 种子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出到最后 老哈神色严峻 世事浮沉 岁月更迭 这是诸天运转之秩序 强如古老道统 在岁月面前也不过是沧海一宿 而欲避开岁月侵蚀 血藏种子 令其有再次觉醒出世的机会 不只要耗费不可估量的资源和力量 并且还要赌天运 运气好 种子便有重新开花之可能 运气差 被血藏就意味着死亡 在这等情况下也唯有底蕴恐怖无边的大教和大道统 才有提前布局埋下种子的能耐 听到这 林寻心中一领 道 这是否意味着 每一个能够在今世觉醒 横空出世的古代怪胎都已赌赢了天运 而其他一些不曾出世的古代怪胎 即可能已再不可能活过来 老哈点头 的确如此 林寻若有所思 如此推断 每一个在今世活过来的古代怪胎 是否都是某一古老大教中最强的天骄人物 老哈再次点头 奉藏种子 可要消耗极大的资源和力量 据我所知 一些上古势力 仅仅为了能够让某个天骄在未来大事中觉醒 耗尽了一族之力 清净了一切心血 堵上了一族气韵 在这等情况下 被封葬的种子 岂可能是庸族之辈 甚至可以说 每一个被封葬的种子 皆具备他族绝颠王境的底蕴和资质 无论底蕴 天赋 根骨 皆不逊色于当时任何绝颠天骄 他们所欠缺的 只是一个成王的机会 林寻彻底明白了 怪不得会被施作怪胎 这完全就是一群上古大教 耗尽一切力量 挑选出的成王最强者 若上古时代 就有成为绝颠王者境的大事造化 可以预见 这些古代怪胎段不可能会选择 沉寂和等待 只怕早已成王了 无垠岁月的沉寂和等待 都只为了等待此次大事 林寻心中也不免有些震撼 第一次发现 大道之徒如此之残酷 若生不逢时 纵有天纵之姿 盖世风采 也都只能沦为一场空 还好 对当时绝颠人物而言 他们起码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所在的这个时代 迎来了这一场大事 并且 林寻也大致判断出 所谓古代怪胎 也是有区别的 有的沉寂时间长 从上古时代就已被血藏 开始沉寂 有的沉寂时间短 像千年前就已成名的楚中天 这也就意味着 在上古至今的岁月中 不同的时期 皆有被血藏的怪胎 但树木绝对不可能太多 正如老哈所言 遇血藏种子 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且还需要赌 即便是血藏 也极可能再醒不来 古代怪胎的战力如何 这才是林寻最关心的 老哈顿时嚣张起来 避逆天穷 傲然道 论底蕴 大概都和我差不多 但若论战力 比我强大的角色 也注定只有那么一丢丢 一丢丢是多少 林寻问道 老哈干咳一声 这我哪能知道 反正不可能很多 毕竟 似我这般爵士人物 真的很难碰到几个 阿鲁顿时鄙夷 这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李滚 老哈气得牙痒痒 这野蛮人总喜欢跟他对着干 简直太让人厌憎了 两人又开始掐架了 林寻梅心思理会 若那神秘女子推断的不错 此时距离大事来临 最多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届时 绝颠之欲必将出现 而不管是当时道统中的绝颠人物 还是圣影之地的绝世妖孽 亦或者是雪藏至今才横空出世的古代怪胎 为了成就绝颠王者之境 注定会进入绝颠之欲 如此一来 一场诸天万交的争霸 注定不可能避免 而竞争 也注定会比预想中更残酷 更可怖 是时候前往外界走一走了 林寻自语 他欲进一步了解关于大事的消息 以及当今世上正在发生的惊变 嗯 墨地 林寻心中一阵 眸中涌现喜色 他探守一番 无自宝塔浮现而出 伴随着一阵奇异的轰鸣 一道鲜柔修长的身影走出 黑暗若永夜般的光泽 在他那绰约的身影四周弥漫 映衬得他宛如是从永夜中走出 的一味神之 夏至 林寻脑海中的杂念全都不翼而非 心神和目光皆凝聚过去 和以前一样 夏至此次醒来 依旧穿着那一件黑色斗篷衣 冒颜遮盖半张容颜 只露出两片略犯苍白的阴唇 和一截银白精致的下巴 只是 和以前不同的是 夏至又变高了 身影绰约而修长 立在那 头顶都已经到了林寻耳朵的高度 若说在下届时 夏至还是一个轻质而绝美的小女孩 那么在论到灯会上醒来时 她已出落的亭亭玉立 宛如窦寇少女 虽未击击 却已展露出京士般的少女风华 而此时出现的夏至又不一样了 身段恶魔如柳 腰枝纤细 盈盈一握 她虽已冒颜遮盖容颜 可仅仅只是机体曲线 就已展露出一种足以令众生惊艳的美 咕噜咕噜 旁边 老哈和阿鲁街街南地烟吐沫 眼睛发直 却原来是夏至的黑色斗篷衣服是以前的 原本就显小 而今随着身躯长高 穿在身上就显得很紧衬 尤其是夏白只能遮掩到大腿部位 露出一对笔直 雪白 修长的玉腿 肌肤宛如羊之象牙似的 完美的毫无瑕疵 散发着剔透银润的光泽 即便是林寻 也感觉心中剧烈一跳 这画面却是太具有冲击力 只是 当看到老哈和阿鲁那痴迷模样时 林寻脸色顿时一黑 抬脚将这两家伙揭揣飞了出去 而后 她拿出自己的一件衣服 手脚力锁地帮夏至竖在腰之上 在这个过程中 林寻动作随意 就像当年在飞云村时候 帮睡熟的夏至盖被子一样 没有一点不自然 似浑然没意识到 小女孩已不是当年的小女孩 眼下之情景也早已不是当初了 不过 自始至终 夏至也很平静 清澈的眸透过冒颜静静 看着林寻忙碌 也和当年也一样自然 没有抗拒和反对 很快 束缚在腰之上的衣服 勉强遮掩住了那一对 散发着致命诱惑的玉腿 林寻这才满意 洗身说道 先这样凑合着 等抽空我帮你购置一些 合身的衣服 其实衣服束缚在腰之上 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可落在夏至那 绰约而美丽的机体上 反倒平添一抹另类的风情 夏至点了点头 林寻一拍脑门 道 对了 我可没忘记你说的话 给你留了一大堆好吃的 说着 他就开始朝外取东西 有烤肉 有各色小吃 也有奇花一果一流的吃食 零零总总 种类很多 一边忙碌 林寻一边道 你这次觉醒过来 也是因为大事即将来临吗 夏至嗯了一声 很自然地蹲坐地上 双手环抱着双腿 眼睛一直盯在林寻身上 我就知道是这样 如今这天下可出了不少古代怪胎 热闹得很 连老哈也都醒了 你若不醒来 反倒会很奇怪 对了 你这次觉醒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决颠之欲 据说那里封印着不少逆天造话 你若看中哪个 我帮你夺取 孤岛极尽 四野皆是迎灿灿的汪洋 林寻一边忙活 一边叙叙叨叨地说着 显得有些啰嗦 不过也可看出 他此刻心情如何之好 一切 自然是因为夏至醒来了 第1113章出发 大事 只是 当林寻忙完 取出各色食物 夏至却和以往不一样 没有立刻就享用 他依旧凝视着林寻 似乎眼中 心中 就只剩下林寻 这天地乾坤以及眼前食物 皆犹如不存在 林寻一争 怎么了 他停下手中动作 看向夏至 心中却隐隐有着一丝说不出的感觉 就仿佛要发生可能将超出他预估的事情 夏至摇头 没有说什么 垂下眼眸 拿起一块烤肉就享用起来 林寻发现 夏至吃东西时的速度明显在加快 看似举止从容 但却似心不在焉 只是为了吃东西而吃 林寻静默看着 心中则在暗存 难道上次极灭重修时出现了某种变故 以至于令夏至显得 有些不对劲了 夏至此时已经将所有事物一扫而空 而后他抬起轻力如画的脸庞 一对明镜如天上星辰的某又一次凝视林寻 道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声音空灵 清澈清柔 落入林寻耳中 却宛如平地一声雷 心中猛的一颤 脸色微变 离开 夏至点头 眉眼如天上星月 道第五次截灭重修和以往不一样 要在战斗中涅槃 于黑暗中蜕变 林寻深吸一口气 问去哪里 夏至起身 抬起擒手 看向天穷 不知何时起 那天穷上涌来一层若永夜般的黑幕 浓如墨汁 遮蔽天光 透发出令人压抑的气息 远处的老华和阿鲁也都被惊动 齐齐看过去 那永夜如一道封锁天穷的铁幕 宛如黑暗末日来临 有一种寂静到令人窒息的力量 去那 夏至声音低沉 那一张族可以令天地都为之暗淡的绝眉脸庞上 虽静谧如旧 却带上一种决然 林寻凝视天穷夜幕 神色有些凝重 那是什么地方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夏至摇头 那是我一个人的战场 除了我 谁也进不去 天地陷入一种压抑无比的寂静中 天穷夜幕上 渐渐浮现出一扇神秘的门户 隐漠在黑暗中 看不清楚 时间不多了 夏至手中 悄然浮现出一杆长矛 通体洁白 泛着一缕缕宛如梦幻般的清灰 与此同时 一股佩然无比的沙伐之气 也从夏至身上扩散而出 令他衣衫裂 绰约地身影出尘儿空灵 似玉成风而去 杀上九天 凌寻脸色泯灭不定 原本的喜悦全都不见 心里空落落的 胸腔则如堵快累 这是从夏界飞云村至今 夏至第一次主动说要离开 以前 虽然夏至曾被暗夜女王带走 可凌寻知道 有暗夜女王照顾 夏至不宜出现危险 可此次 明显不一样 夏至是去征战 且是一个人 一时间 凌寻心乱如麻 想阻止 可却又不忍 因为夏至已经说了 他的第五次重修 需要在战斗中涅槃 这是他的道徒 凌寻怎能阻止 忽然 凌寻只觉躯体被暴住 一具温良的胶躯涌入怀中 低头看去 却竟是夏至 他浑身一僵 耳畔响起夏至的声音 等我回来 声音清澈 透着不容拒绝的味道 凌寻下意识点头 夏至退后几步 又深深看了凌寻一眼 这才转身 踏虚空而上 他因为飘舞 手中拎着长矛 一步跨出 虚空中就涌现出一道 宛如黑暗凝聚而成的道徒 直通天穷 没有再回头 又非生死离别 没有再迟除 又非一去不回 夏至走了 步伐坚定 等虚空而上 鲜柔的身影越来越远 越来越朦胧 很快就被黑暗涌夜笼罩 临寻驻足孤岛 凝视着那一道 倩影渐渐消失 心仿佛被掏空一样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 想跟着一起走 轰 他周身气机轰鸣 这片天地的周天星斗阵 力量被运转 璀璨星灰腾起 化作漫天光雨 冲消而去 只是 天穷太过高远 黑暗若涌夜 远远无法被撼动 也就在此时 夏至已经来到天穷 及身处那一扇黑暗门户前 他顿了顿脚步 你一定要保重 我会一直等你 一道长笑响彻 激荡云霄 夏至唇角泛起 一抹灰心的笑容 清烈而空灵的 绝美容 眼展露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那一瞬 仿佛连永夜都为之暗淡 而后 他一脚迈入门内 就此消失不见 与之一起消失的 还有那宛如铁木般 笼罩天穷的永夜和黑暗 天穷重新变得湛然 一颗颗星辰璀璨闪烁 故岛上 林寻蒸蒸 衣衫在风中烈烈作响 哀 情之一字 果真是害人哪 老哈纳刺尔的叹息声响起 你也被害过 阿鲁诧意 这世上还有人喜欢赖蛤蟆不成 真他娘邪乎了 这次我非弄死你这土包子不可 老哈气急败坏 冲上去就跟阿鲁对了起来 只是 任凭两人如何闹腾 林寻却似置若网闻 蒸蒸立在那 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这让老哈和阿鲁都很担忧 这家伙该不会是为情所困 想不开了吧 林寻 有啥想不开的 这天下从来不缺风华代识的圣女 仙子 等以后我多抓几个给你暖床 填补你的寂寞 老哈嚷嚷道 对 你喜欢哪个朋友尽管说 管他是谁 俺保管把他送你床上去 阿鲁也劝慰 只是方氏极其彪悍 林寻这时候扭过头 瞥了两人一眼 道 吓嚷嚷 你们懂个屁 老哈怪叫道 妈的 咱们好心好意 他居然不领情 阿鲁则胡一道 你说 他该不会遭受情伤 性情大变 以至于对天下女子都不感兴趣了吧 老哈一愣 若真如此 那可就麻烦了 马上就要展开大事之争 哪能这时候被情伤所措 所以 眼下之际 就只能你来帮忙了 阿鲁认真说道 我 老哈指着自己鼻子 一脸错愕 阿鲁拍了拍他肩膀 严肃道 对 你长得这么漂亮 可以去试一试 这家伙是否喜欢上男人了 这样的话 就能测试出 他究竟是否性情大变 当然 若他真喜欢男人 以你的滋容 配上他也绰绰有余了 比你 我他妈非弄死你不可 老哈报跳如雷 一下子脸都绿了 气得脸红脖子粗 发出一声震天咆哮 就跟阿鲁拼命 要弄死阿鲁 纵然是铃巡 浑身都一阵恶寒 若不是老哈提前冲上雪拼命 他都忍不住想抱揍这口无遮拦的野蛮人了 不过 经此一闹 倒是让铃巡心绪疏解不少 最终 铃巡决定 不再逗留 离开新奇海 返回外界 下至有他自己的道徒要求所 而他 也同样要为大事的道来做准备 大事 我经读一来了 我的名字 注定将镇烁天穷 兴起海之盼 老哈兴奋的大叫 他已经闭关多年 而今横空出世 恨不得横扫还雨 振着时间 好好出一出风头 赖蛤蟆敲大鼓 自吹自擂 阿鲁很鄙夷 林寻则敏锐察觉到 天地之间的气息变了 清奇海之盼 便是悬双冰原 原本此地荒芜寒冷无比 除了妖兽 再无其他活物 可现在 竟是变得完全不同 冰雪岩层中 生出许许多多的草木植被 有鲜嫩的花儿绽放于寒风中 摇曳生姿 连空气中 都不再是凛冽如刀的寒意 而多出一种浓腹的温润之感 灵气阴阴蒸腾 弄叉弄叉 林寻脚下 冰层一寸寸裂开 在林寻注视下 一株植被节节生长 几个呼吸间 就生出清脆碧绿的叶子 和一朵晶莹剔透的幽兰花儿 林寻将此花摘下 略意感知 一股勃勃生机扑面而至 这还只是寻常的花儿 若是灵药和灵草兽此生机孕育 必然也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大事真的要来了 林寻南南 这天地 这万物 都在产生着惊变 和以往不同 并且 这种变化还在持续着 咦 竟有人名科字基于此 不远处 老哈利在一块冰岩前 惊诧出声 林寻走上前 就见冰岩表面 转刻着一行形字基 竟是萧钦和所留 原来 他十多天前 曾来兴起海 却正值林寻 闭关修炼时 没能见到林寻 只能留书于此 他此来是邀请林寻 参加即将在千流灵山 举办的一场 属于年轻一代 决颠人物的聚会 聚会是由 日月神殿 弥衡针所发起 这可是一位 早已名震天下多年的 老牌决颠人物 在日月神殿中的地位 极其超然 而他发起聚会的目的 很简单 为的是让年轻一辈 决颠人物在大事来临的背景下 有一个可供交流的机会 并且 萧钦和以一种强烈的口吻告知林寻 若无紧要知识 一定要前往参加 林寻见此 心中顿时明白 这次聚会的目的 应当不仅仅只是交流 那般简单 时间不算晚 上边说聚会将在一个月后开始 这才过去十多天而已 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老蛤摩拳擦掌 很期待 他最喜欢的就是凑热闹 尤其是 能够参加的都是当代决颠人物 这让他很心动 这蛤蟆迫不及待想出风头了 阿鲁邪逆了老蛤一眼 一语道破了他的心思 当然 若真去参加聚会 我会看好这蛤蟆的 不会让他惹事 林寻差点忍不住翻白眼 一个天生嘴炮的家伙 自己不惹事都已经是奇迹 居然还嚷嚷着担心别人惹事 走吧 林寻美好气道 说着 他身影一闪 已略像那茫茫风雪中 身后 兴起还静面而浩瀚 一如从前 第1114章千流聚会 林寻老蛤阿鲁一起离开玄双冰原 进入外界 一路行走在各大周景之间 路途上见识了太多以往没有的经变 首先 就是横跟在四大界之间的界河在下城河消失 速度极快 依照推断 不出一个月 四大界疆域就会重新化为一块浩瀚大路 恢复上古时代的风貌 同时 世间万物皆在产生变化 一些寻寻常常的山川 忽然产生巨变 山体拔高一大截 涌现出浓郁的灵气 化作洞天伏地 一些精怪妖媚蜕蜕变的速度也在加快 以前无法破开的修行避障 如今皆可以水到渠成 甚至 一些早已湮灭在岁月长河中的灵药 其真开始重新显现 引发了不知多少道筒和修道者争抢 同时 修道者无论资质高低 在修行时晋级的速度也在加快 且在悟道的时候 能够更容易参悟和掌控大道力量 这数不生数的精变 正在天下四大界每一个区域发生 就宛如沉寂许久的土壤 焕发出了翻天覆地的生机 正在走向极致绚烂 而这些变化 可都是在近两个月时间内才发生 太过惊世骇俗 世间修道者皆知道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事注定会来临 却没想到 仅仅只是大事来临前的预兆 就如此的今天 有古老的道筒推演分析后得出结论 此次经变 古来仅有 以往岁月中也曾有类似变化发生在天地间 可没有一次像现在这般 如此惊人 可与此同时 天下变得动荡 不再像以往宁静 古代怪胎频频出世 横行世间 镇压当代绝颠天骄 林寻他们听到最多的消息 就和古代怪胎有关 一些古代怪胎出世 最近一段时间内 干出了不知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不知击败多少人 引发天下动荡 这些沉寂不知多久的怪物 一个个强大的一塌糊涂 狂到令人无语 当代绝颠人物的风采 可都被他们比下去了 唉 这也没法比 每一个古代怪胎 皆是万古绝艳之奇才 与岁月中沉寂许久 就等此次大事来临 强大事无庸置疑的 一路上 类似的溃探 议论也是屡见不鲜 林寻 老哈 阿鲁街很惊讶 才两个月时间而已 外界竟已闹出如此多风波 现在就这般狂 绝颠之欲降临时 注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老哈很不屑 在点评那些古代怪胎闹出的动静 确实 对此 林寻可是深有体会 目秀于灵 风必摧之 表现越耀眼 意味着被人盯上的可能就越大 大哥 你没听到吗 有一些古代怪胎要挑战你 皆扬言你若敢现身 必将你镇压 阿鲁笑嘻嘻说道 林寻这一路上自然也听说了一些类似传闻 原因就在于 在两个月前 若论天下最受瞩目的年轻一代绝颠人物 绝对属于他林寻一人 在这等情况下 被人盯上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 击败他 就等于击败了小巨头榜第一名 也就等于击败了当代绝颠人物中的风云人物 足可以引发天下瞩目 扬明世间 这就是圣明之累 还有更过分的 一些古代怪胎可是叫嚣 若是带住你灵魔神 就要将你收为母仆 侍奉在他们身边 以此耀武扬威 老哈也嚷嚷起来 就问你 这种挑衅你能忍 老哈说的倒不是假话 林寻也听过类似传闻 虽说他懒得理会这些挑衅和叫嚣 可若是碰到这些家伙 林寻绝对不介意给他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现如今 虽随便便一些阿猫阿狗都敢踩着自己上位了 沉默玩意 不过 他倒也了解到 一些小巨头榜上的绝颠人物 都有点抬不起头 因为他们在和一些古代怪胎交手时都败了 甚至 还有一些绝颠巨头 也都选择明哲保身 不愿在这时候和那些古代怪胎发生冲突 以免名望有损 走吧 我们得知的消息终究太少 这次前往千流灵山 或许可以了解更多的消息 林寻道 随着大事即将来临 天下各地风起云涌 其才天骄纷纷现世 自然会有各种交流和切磋的盛会 即将在千流灵山展开的一场盛会 就是由日月神殿传人弥恒真发起 据闻前往参加的 皆是当代翘楚人物 是有意向参与到绝颠之欲竞争中的角色 千流灵山 位于紫月州境内 临巡他们借助古传颂镇 提前数天抵达紫月州境内 而后一路探寻 进入千流城内 府一进城 路途上就听到很多议论声 此次千流盛会 影响极其深远 有资格参与的 皆是踏足绝颠的人物 甚至不乏绝颠巨头 听闻 弥恒真欲在此次盛会上 邀请一些同道一起共商大事 可惜 我等就无资格登山参与其中 临巡他们都不必探寻 在种种议论声中就了解到一些千流盛会的消息 朝城中央位置行去 一座孤峻大山屹立城中央 中林玉秀 足有千丈高 其上飞铺千道 从天而降 呈现出千流旗奔 银河岛卷的旗关 这便是千流林山 来历极其不凡 在此山附近 是一片热闹无比的区域 有茶寺酒楼 也有兜售林药和林宝的店铺 当林巡他们抵达时 这附近已汇聚了许多修道者 接在议论关于千流山聚会的话题 走吧 没有耽搁 林巡带着老哈和阿鲁一起 朝山上行去 这让不少修道者都露出羡慕和敬畏之色 千流林山可不是那般好上的 其上覆盖有莫名的大道力量 令得在登山时 会承受到极大的排斥 而且 修为不达到眼轮镜层次 根本就迈不开脚步 也因此 令得许许多多修道者只能止步于此 咦 那家伙看起来似乎有些像林魔神 有人注意到林巡的背影 露出异色 感到似曾相识 真是他妈 不少人吃惊 最近两个月 林巡一直沉寂 从世间消失了一般 除了曾和楚中天一战 便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并且 世人大多数目光 都被天地大便吸引 聚焦在那些古代怪胎身上 确信是他妈 许多修道者躁动 十分激动 在天地大便之前 林魔神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年轻一代风云人物 受尽天下瞩目 时隔两月 他若真现身于此 绝对会引起大轰动 不少修道者都靠近过去 欲仔细辨认 确认林巡身份 可惜 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登山 并且 林巡他们自始至终不曾回头过 半山腰位置 屹立着亭台楼阁 皆很古旧沧桑 此时已有许许多多的修道者盘缓场中 或作或利 而在更高处的山巅 还有一座道坛 云霞缭绕 隐约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身影驻足齐上 林巡他们刚抵达半山腰 就发现场中早已来了不少人 明显都是来参加聚会的 匆匆一瞥眼之间 林巡就发现了这些人全都是强者 可谓是高手云集 想一想也对 达不到眼轮镜层次 根本不可能登上此山 林巡寻觅半想 发现并无消清禾的身影 略意私存 当即找了一处偏僻角落坐下了 打算先听一听场中众人的谈论 直至如今出现的古代怪胎中 几乎都是绝编巨头层次的恐怖存在 他们横行世间 击败了当代不知多少高手 真是耻辱 有人窥探 古代怪胎横空出世 压制的当代天骄都快抬不起头 自然难免让人郁闷 你们说 古代怪胎真的是不可匹敌的吗 不然的话 他们随便出来一个 可以能够屡战屡胜 有人忧心忡忡 不可匹敌 哼 这不可能 当代之中 不乏能与这些古代怪胎抗衡的人物 只是还不曾出手罢了 比如云庆白 王玄渝 夜魔喝 燕展秋 灵魔神等等 哪一个不是强大的离谱 灵魔神 说到此人 还真是了不得 一个月前 楚中天第四次出世 第一时间前往新奇海 欲镇压灵魔神 谁曾想却反被镇压 若不是有王静老怪物相互 差点就一命呜呼 这些人在谈论 说的都是天下风云 除了这半山腰 在那山巅道坛之上 也有不少人在交谈 那些人更强大 显然皆是身份尊贵无比的角色 其胸何必自先 小巨头榜之争 你可是过关斩将 横推了一众天骄 鸡身前十之列 堪称是战机斐然 山巅道坛 一名女子开口 带着敬佩的味道 道坛上 一名蓝袍男子坐在蒲团上 神色平淡自若 道也仅仅只是第十名 并没什么 不少人都露出惊叹之色 认出蓝袍男子身份 乃是日月神殿的传人 其冲斗 威名远扬 为年轻一辈的绝颠小巨头 与此同时 这山腰位置的一些修道者 皆露出聆听之色 神情敬畏 说话的声音也小不少 显然 山巅道坛上那些强者的身份 很不一般 林巡看过去 只觉那蓝袍男子有些眼熟 很快也想起来 其冲斗的身份了 乃是肖清禾的师兄 在小巨头榜上的表现倒也可圈可点 你认识那家伙吗 老哈问道 见过面 不曾交往过 林巡随口道 旁边 一些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顿时有人忍不住吃笑 只是见过面而已 值得炫耀吗 还大言不惭说出口 不怕惹人笑话 第1115章白龙婷 这是对林巡的讽刺 谁都能听得出来 只是 老哈和阿鲁却不怒反喜 精神猛的一阵 像打鸡血了斑 林巡暗叫不好 他可是很清楚 无论是老哈 还是阿鲁 可都不是省油灯 一个是自恋而骄狂 一个是天生的嘴炮 天生的拉仇恨一把好手 一路上若不是自己压制着 两人早就不知闹出多少事了 注意点 别惹事 林巡传鹰 贴了两人一眼 透着威胁 两人顿时双打茄子式的蔫儿了 无精打采 道也有自知之明 先前嘲讽那人见死 很矜持地唯唯一笑 点评了一句 一般人还真没资格和山颠倒 谈上那些人交往 都是小巨头层次的狠角色 和你们可不是同一类人 令有人也遇到 我等也有人增身家小巨头榜之争 可也只能远远观望那些人 实力稍弱 连不死神山都登不上去 附近不少人都纷纷开口 话里话外 透着一股自傲 也有对山颠倒 谈上那些人的敬畏和羡慕 阿鲁文言 实在忍不住了 失笑道 你们也参加了小巨头榜之争 道是失敬了 他神色间毫不掩饰蔑视 哪有什么失敬的自觉 分明就是嘲讽 野蛮人 却你们还是下山吧 此次能够参与聚会的 可无意不是当代翘楚 有人鄙夷 一副耻语为伍的模样 连林寻都忍不住笑了 旋即 摇了摇头 懒得与之唇枪舌剑 一群有眼无珠之背罢了 你们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们 有人斥责 老哈则很疑惑 扭头问林寻 究竟谁在说谎 既然都参加过小巨头榜之争 为啥他们都不认得你 林寻耸奸 表示不知道 阿鲁则咧嘴笑道 很简单 有人在吹嘘 根本没参加过小巨头榜之争 故意往脸上贴金 顿时 不少修道者神色有些不自然起来 还不离开 有人以韵幕 大声呵斥 这里的动静顿时引起 山腰其他区域的修道者注意 就是山巅到坛上也有人侧目 望了过来 咦 那似乎是 有人惊诧 看向林寻时 脸色骤然一变 几乎同时 山巅之上 喜冲斗发出吃惊的声音 豁然起身 道 你是 喜冲斗可是年轻一辈绝颠人物 为猎小巨头榜前十的风云人物 见他如此吃惊 山巅到坛其他人也都被惊动 而后 当看清林寻模样时 都露出金融 习习起身 林魔神 他竟也来了 道坛上的身影街有些发浪 都没想到 沉寂两个月后 林魔神竟会出现于此 林兄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此时 其冲都已匆匆朝山腰这边掠来 林兄 快请 道坛上的其他人物也纷纷抱拳 带着敬意行礼 林魔神 山腰上 那些修道者皆瞠目结舌 那年轻人居然就是前些阵子 名满天下的林寻 先前嘲讽和斥责林寻他们的人 则全都浑身发僵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打破脑袋也没想到 他们所轻视和驱逐的 竟会是这样一味恐怖存在 林寻的确不见得河山颠倒坛上的众人有交情 道并非弱小 而是太强了 同样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林寻 老天 他就是林魔神 小巨头榜第一 不久前他还曾镇压楚中天 令后者差点殉命 这片区域彻底不平静 沸腾了 所有的目光都看向林寻 尤其当有人看到 连阿鲁这个宛如野蛮人的家伙 也被其冲斗尊敬有家时 不少人都倒稀凉气 人以群分 可以预见 能够和林魔神走在一起的 也绝对不可能是寻常之辈了 林寻 阿鲁兄 还有这位道友 还请上道谈一叙 其冲斗发出邀请 多谢了 林寻笑着拱手 没有去为难先前那些嘲讽之人 老哈和阿鲁同样无视了那些家伙 这让林寻有些惊讶 这两家伙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度了 一群井蛙而已 跟他们计较作甚 平白入没了咱们的身份 老哈一脸的傲义 此言大善 阿鲁深以为然 林寻心中一叹 意识到这两祸还已经看不上寻常角色了 即便是惹事 也是要分人的 显然 先前那些人还不够资格引起两人的兴趣 山巅区域 又是一番景象 道坛古老而广阔 四野云海征腾 有飞鲁如雪龙般从此地倾泻而下 水雾鸟鸟 轰鸣若雷 十多个修道者盘坐骑上 有男有女皆是踏足绝颠的人物 不少还都是林寻熟悉的面孔 都是曾积身小巨头榜前36名的耀眼人物 不过 当林寻抵达 顿时就成了所有目光的焦点 无他 在场之中 林寻这个小巨头榜第一的存在 在场还无一人能与之比拟 不是书此次聚会乃是尤贵派弥横真道友发起 为何却不见其人 林寻问道 其冲斗略意沉吟 便不隐瞒 道 林道友有所不知 就在两个小时前 弥师兄接到一封战书 如今只怕正在与人对决 此话一出 其他人也都愣了一下 显然之前他们也不曾了解到 与人对战 是谁林寻饶有兴趣 他很早前就听说过弥横真的强大 属于老牌绝颠巨头中的卓绝人物 早已成名多年 被誉为日月神殿年轻一代的领军者 这样一个人 已堪称当代绝颠人物中的最强者之一 却竟有人敢发战书与之对决 这自然令人好奇 是一个名叫白龙庭的古代怪胎 沉寂了八千年之久 是白娇一脉的后裔 又被称作六太子 其冲斗神色凝重起来 此人极端可怕 半个月前才出世 如今败在他手中的当代绝颠人物 已经不下十个 场中细分变得沉重 其他修道者皆脸色为变 显然 也都知道这白龙庭的可怕 弥横真道有是否有把握 林寻问道 其冲斗苦笑 弥师兄说 正因感到没有必胜的把握 所以才会答应这一战 换作其他人挑战 弥师兄肯定懒得理会 林寻点头 大致判断出 这白龙庭能够被弥横真如此看重 应当的确是一个极其强大的角色 白娇一脉 老哈忽然出声 众人纷纷将目光看过来 还以为老哈了解了什么 谁曾想 他吃地一声笑出来 摇头道 我只知道真龙 吃吻 藤蛇 王娇等族群 可没听说过什么白娇一脉 纵然是娇龙之属 只怕也算不得什么 众人都一阵无语 这绿袍少年的口气可真够大的 若不是看到老哈坐在林寻之侧 早有人进行驳斥了 古代怪胎真有这般强大 林寻这般问 他想听听这些绝颠人物的见解和看法 不瞒林凶 能够被冠上古代怪胎四字的 起码都是绝颠巨头层次的顶尖人物 战力的确强大的离谱 像楚中天也曾沉疾和闭关 但也只能称得上奇才 还不够资格被称作古代怪胎 其冲斗耐心解释 如今 我们已大致有了一个判断 那就是 古代怪胎在绝颠倒图上的造诣 应当都已跨过了出窥门镜登堂入室两个阶段 迈入了登峰造极之地步 林寻心中顿时了然 因为他曾于此道图上行走 故而也清楚登峰造极之境的绝颠人物有多厉害 林凶 在你闭关这一段时间 可有不少古代怪胎点名要与你一战呢 有人说道 不错 还有人叫嚣要请拿你 充当安前马后的奴仆 姿态极其狂傲和嚣张 有人愤然 林寻笑了 道 一群阿猫阿狗的叫嚣而已 诸位不必理会 这里一下子激进起来 众人无言 被这句话惊到了 这也太强势和凶悍 是古代怪胎为阿猫阿狗 放眼当时 也只有林摩神敢说出这般话语了 众人倒也知道 林寻最出名的除了一身逆天般的战力 就是他那横行无际的胆破了 敢为人所不敢为 林凶 还请慎言 一些古代怪胎集可能会来此地 并且 来者注定不善 其冲斗溃探一声 他们此次举办千流盛会 消息传出后 引起了极大反响 不知有多少同道在关注着 像两个时辰前 弥衡真正在此道坛上招待同道 就土物地接到了来自白龙亭一纸战书 只能前往应战 怕啥 我还巴不得蹦出来几个古代怪胎呢 老哈不以为然道 很自负和娇狂 众人都一阵无语 这家伙谁啊 也太狂了吧 纵然在看古代怪胎不顺眼 可有些话也不能这般说 否则 很可能就招惹来大麻烦 也就在此时 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哗然和躁动 而后一道冷酷而淡漠的声音响起 什么千流聚会 我还当有多了不起 原来也只是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令人失望 话语如惊雷 激荡而上 远近可闻 不会吧 真有古代怪胎来找麻烦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神色奏变 齐齐起身 看向山下 第1116章挑衅和战斗 齐驱山路上 八名红袍男子在前开道 后方是一亮宝脸 八名红袍男子模样皆不同 但气息都异常强大 犹如刚从湿山穴还走出的修罗 步伐稳健 登山路如履平地 宝脸隆隆前行 闪动着惊人的神灰 所过之处 将虚空裂开 流光缤纷 景象异常惊人 几个呼吸间而已 一行人已抵达山腰位置 山腰一众修道者皆倒吸凉器 那八名红袍男子 一个个散发出的气息都强横至极 压迫得不少人呼吸都困难 但最惊人的则是那一亮宝脸 宛如由七彩神铁铸铸就 流转悬光 竟将山上的大道力量都冲散 无法阻挡 这是一件罕见的宝物 上面雕刻着上古百胸图 更有万灵祭拜天地的景象 伴随这一亮宝脸抵达 附近虚空都在军裂 出现一道又一道黑色大裂缝 景象恐怖 这等阵势太强盛 宛如一尊滔天大人物驾铃 让在场不少修道者皆心中凛然 脸色变幻 就是其冲斗等人也眼眸一缩 神色凝重 金鸾宝脸 这是黄金王蛇一脉的后裔金孝铭的作家 有人认出对方身份 传音提醒众人 顿时 其冲到他们脸上又是一变 金孝铭 这是一个古代怪胎 在近一段时间极其有名 闹出不知多少的风波 显然 此次千流聚会传出去后 吸引来了古代怪胎 且来者不善 事实上 随着天地惊变 这段时间以来 但凡某地举办年轻一辈的强者聚会 就会有古代怪胎驾铃 上门挑衅 也因此 四大届年轻俊杰不知有多少被古代怪胎镇压 遭人折辱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段时间里 当代天骄的颜面几乎都快要割不住 快要被古代怪胎压得抬不起头 而此时 金孝铭成金鸾宝脸而来 膝带八位红袍占卜登山 注定不可能是来论道交流的 敢问诸位前来何事 有人深吸一口气 沉声问 显得无比拘谨和忌惮 听说这千流盛会是由弥恒真举办 可现在看来 却令人失望 也不过如此 只是一群土鸡娃狗的聚会罢了 一道淡漠冷酷的声音从宝脸中响起 宝脸被帘幕遮掩 无法亏损到其内主人的真容 场中气氛一下子激进下来 根本都不必问询 就知道来者不善 是故意找事的 很多人脸色都阴沉下来 林寻也都有些哑然 这就是古代怪胎的做派 可真够狂的 弥恒真呢 让他出来见我 宝脸中 淡漠冷酷的声音再度响起 弥师兄暂时不在 道友若没有别的事情还请离开 此次聚会不欢迎外人 其冲斗深吸一口气 下达逐客令 对 我等不欢迎你们 还请走吧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神色间有无比的忌惮 也有毫不掩饰的排斥 呱躁 猛的 那淡漠冷酷的声音大喝 声如惊雷 隆隆扩散 不止压制住了场中声音 更让不少修道者双耳嗡嗡 浑身气血翻滚 怎么 而等还敢行凶不成 其冲斗脸色一沉 行凶 不 我只是来考教一下你们这些自诩强者的家伙 究竟有几经几了 饱念中 那人说道 话音刚落 八名红袍男子站出来 谋如刀锋 扫射全场 散发出一股恐怖的煞气 我也不欺负你们 你们竟可以选人出来 和我这八名蒲纵如任意一个进行对决 若不答应你们这次聚会可就办不下去了 饱念中淡默的声音透着一股蔑视 这一刻其冲斗等在场修道者脸色皆一沉 很难堪 他们之中不乏击身小巨头榜上的绝颠小巨头 结果此时却被如此轻视 郑主不现身 居然要让其仆纵出手 可恶 有人咬牙 这绝对是一种羞辱 让其仆纵来进行较量 无疑是对他们在场这些人最大的蔑视 不服气妈 一名红袍男子声音冷利 凭你们的身份和力量 可根本不配和我家主人切磋 对付你们 我等八人已绰绰有余 这话语就太盛气凌人 一名战仆 都敢藐视在场所有人 任谁都不可能不动怒 众人脸色都已阴沉无比 老哈和阿鲁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只是 两人却被林寻拦住 这等时候 可不能宣兵夺主 当务之急 还要看齐冲斗的决断 不服气的尽管站出来 而等可都是自诩当代佼佼者 该不会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吧 为首的红袍男子冷笑 他身影高大 眼眸狭长 浑身散发着一股浓烈无比的煞气 极其哲人 在场众人都内心不愤 火大无比 一个战仆也赶来耀武扬威 当即就有人忍不住 道 我来与你一绝 这是一名悬袍青年 手持一杆银色三叉戟 乃是一位耀眼无比的天骄人物 见到他初级 众人精神一阵 纷纷恨不得他大发神威 好好杀一杀对方的威风 比步行 红袍男子不屑 声音随意 枪 全袍青年脸色冰朗 根本不废话 挥动银色三叉戟 裂开虚空 卷起可怖的神灰披杀而至 轰 这红袍男子一个腾身 化作一道可怖的血光闪电 暴冲而上 展开激烈对决 只是仅仅十多回合 就听烹的一声 银色三叉戟被砸飞 而悬袍男子则被红袍男子钻住脖颈 轻轻一扭 头颅就被拧下来 哗啦一下 血雨如泉飞洒 可真够弱的 红袍男子神色冷酷 随手丢掉悬袍男子的尸体 看也不看一眼 场中死急 众人都被这血腥的一幕刺激到 一个个脸色大变 心神动荡 皆没想到 一个战仆而已 竟会如此强大 这实在让人愤怒和惊惧 无法平静 你敢杀人 其冲斗震怒 怎么 你若不服也可以一战 红袍男子淡然道 让我来 有人受不了了 这是一名黑袍青年 击身小巨头榜前36名的角色 已迈入绝颠倒图行列 哗 他一出手 就显现出超凡战力 一轮子日应空 朝红袍男子震杀 可这红袍男子同样无比强悍 异常强大 毫不犹豫就冲上去 与之对决在一起 数个呼吸间 两人就已交手上百次 红袍男子一掌横切 扑得一声 硬生生劈掉此人一条胳膊 刷 此人不得不闪避 离开战场 脸色已是变得铁青难看无比 怕冷妈 果然是个废物 红袍男子冷笑 群雄皆惊雾 连小巨头榜的绝颠人物都不是对手 这出乎他们意料 心都凉了 一时间 许多人都看向其冲斗 又看了看灵巡 其冲斗深吸一口气 神色间泛起一抹决然 如今迷恒真不在 在场之中 他就是此次千流盛会的东道主 面对如此局势 他自当站出来 只是 不等他行动 就被灵巡拦住 道 纵然你获胜 也只是赢了一个战谱 于颜面有损 其冲斗一争 也在此时 那红袍战谱的目光看向灵巡 露出一个森然的笑容 道 你若不服 可以下来一战 我保证让你死得很难看 众人都将目光齐齐 看向灵巡 这可是灵魔神 在场之中 就属他战力最强 若有他出头 说不准真能化解 眼前一场困局 却见灵巡 唯唯一笑 扭头对老华招手 还不快去 该你出场了 老华瞪大眼睛 跳脚道 让我去跟一个奴仆对决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要去也是这野蛮人去 说着 他将目光看向阿鲁 阿鲁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 你都不愿跟那些奴才战斗 我若去了 岂不是有损我的威名 众人都错愕 满头黑线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争执这些 老华 这种货色最适合你出手 我若去了 明显就是欺负他们 阿鲁劝道 老华大怒 叫道 就这种货色 也配让我出战 这分明就是对我尊严的羞辱 两人的争执 让那红袍男子都错愕 而后脸色一沉 眼睛都要燃烧了 对方竟敢如此无视他 不如你们俩一起上吧 他大贺 闭嘴 呱噪 老华和阿鲁都很不满 对那红袍男子呵斥 让得后者脸色愈发阴沉难看了 眼见两人又要争执 林寻宇带威胁传音道 老华 你就进去不去 老华一脸的不情愿 可最终还是妥协了 没好气道 行 就给你一个面子 而后 当他扭头看向那红袍男子时 一副无奈而艳增的模样 不奈烦道 说吧 是你自己抹脖子自杀 还是让我亲自给你送终 选个死法 言辞很狂 比那些红袍男子和其主人都狂 众人都瞪大眼睛 惊疑不定 这位绿袍小哥究竟是谁 看起来似乎狠了不得啊 而被老华点名的红袍男子已士气的脸如黑锅 杀鸡肆意 咬牙说道 少废话 滚下来受死 嘿嘿 听到没 让你去受死呢 阿鲁大笑 唯恐天下不乱 老华心情本就很差 又被阿鲁如此调侃 当时怒法冲冠 身影一闪 就冲了过去 第1117章争抢初级 这名红袍男子身影高大 虽是战朴 实力却是异常强悍 否则 也不至于之前轻松就能击败 位列小巨头榜上的绝颠人物 眼见老华冲来 他露出一个猙獰笑容 道 模样漂亮的像个娘们似的 那就先毁了你这张脸 哄 他踏步虚空 威势骚然攀升 浑身散发出恐怖的杀鸡 令这片虚空都为之问乱 后方 林寻不慌不忙说道 老华 他说你是娘们 你可不能耸啊 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不嫌事大 要知道 老华可最恨别人拿他和女人对比 放心 我非弄死这不开眼的孽序 老华气得怒法冲冠 浑身惊惊惊的 发出一声长笑 就暴杀了上去 在场众人都神色怪异 这绿袍少年一开始就很张狂 只是 他究竟行不行 众人心里没谱 但战斗已经爆发 哄 老哈掌指挥洞 吞吐日月 牵引恐怖的周天力量 初开始 红袍男子还有些不以为然 可当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意识到厉害 却练长空 他大鹤 掌指在虚空中暗出 血光迸发 宛如潮涌 令这片天地呈现山崩海啸般的毁灭之像 砰 震耳欲聋的碰撞声响彻 红袍男子浑身如遭雷击似的 浑身一抽搐 亮枪倒退出树步 他脸色奏变 神色愈发凝重 就这点能耐 也敢挑衅我 杀你都嫌脏了手 老哈一脸的不屑 在场众人这才意识到 这口气很大 性格很狂的绿袍少年 竟是一个极其强大的高手 哼 红袍男子神色冰朗 祭出一柄血色巨剑 周深威势瞬间攀升到极致 大道气息轰鸣 宛如一尊嗜血修罗 斩 他大步上冲 拎着遍天地都为之一颤 见光如血色瀑布 席卷而下 隐约间有神魔哭豪的声音响彻 异象着人 哼 与此同时 老哈早已杀出 他一席绿袍 面旁俊美邪魅 眼眸惊灿灿的 挥手歼而矣 呈现日晨月悔 心斗崩俗的骇人景象 转瞬歼而矣 他已和红袍男子激烈厮厮杀成一团 这位朋友好强的战力 其冲斗惊讶 他可也是一个古代怪胎 临寻随口道 其冲斗一争 而后倒吸一口凉气 一个古代怪胎竟然跟随在灵魔神身边 并且还一副为他马首是瞻的做派 这就太惊人了 末帝 场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其冲斗看过去 却见才刚开始战斗而已 那红袍男子已经被死死地压制住 毫无招架之力 反观老哈 却是气势如虹 浑身惊惊惊的 犹如一尊耀眼的大战神般 指天打地 威势无量 扑 场中 红袍男子被打得再忍不住咳血 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他可没想到 竟会碰到如此一个硬茶子 恶色 谁给你的勇气赶跑来这里找事 老哈神色毕面而孤傲 下手可是极其之狠辣 宛如狂风暴雨般 牢牢封死对方退路 将对方压制的都快抬不起头 场中欢呼之声欲发热烈 纷纷为老哈喝彩 这让老哈愈发得意 战斗时也抖擞精神 力道十足 转瞬间而已 就将红袍男子揍得鼻青脸肿 浑身印满了掌痕 衣衫蓝绿 凄惨之极 瞎子都能看出 红袍男子根本再无翻盘的机会 众人皆忍不住惊叹 这略袍小哥看起来虽狂傲了一些 可人家是有狂傲的本钱 而见到老哈大发神威 阿鲁有些看不下去了 嚷嚷道 一个阿猫阿狗般的角色而已 何须费这么大劲 老哈你不觉得很丢人 老哈顿时一阵恶心 感觉阿鲁这嘴炮简直太扫兴 丢人 我就让你这野蛮人 见识一下大爷的真正能耐 墨地 老哈发出大贺 长直猛地捏出一个奇异而晦涩的手印 刹那间 迸发出璀璨夺目的光 宛如在他手中 握着日月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随之从老哈身上扩散而开 不少人只觉眼前一阵刺痛 都无法看清楚了 不好 其他七个一直在观战的红袍男子见此 皆脸色为变 与此同时 红袍男子浑身毛骨悚然 之前他都已是在苦苦强撑 被压制的脊欲崩溃 此刻尽老哈明显要动用杀招 惊得他再顾不得其他 发出一声咆哮 就打算逃窜 只是 已经晚了一步 轰 璀璨无比的日月大映中 红袍男子都来不及挣扎 躯体就被赤上的道光覆盖淹没 有数个红袍男子出手 欲阻止这一切发生 可与此同时 阿鲁也出动 雄军若铁塔般的身影横冲场中 令天摇地动 他一个人而已 却挡住数人之攻击 那飘悍而强横的威势 让不少人也为之瞠目结舌 最终 璀璨光与消米 那高大的红袍男子彻底被震杀 脸尸还都不曾留下 化作了洁净 谁知道 老哈却很不乐意 道 谁让你这野蛮人插手的 一群垃圾而已 你以为他们能伤到我 别自作多情 我可不是救你 只是手养了而已 阿鲁吃笑 远处 一众红袍男子皆脸色难看起来 而其冲斗等在场修道者 都振奋不已 老哈和阿鲁出击 成功挫败对方 压制住对方气焰 这让他们皆很痛快 诸位先别高兴 等我将这些垃圾一一灭了再说 老哈口气很大 眼睛盯上了另外七个红袍男子 还是让我来吧 阿鲁大吼一声 早已抢先一步 冲了上去 看那架势 分明是要一个去挑战那七个红袍男子 好猛啊 一个娇俏女子激动尖叫 你这野蛮人也太不要脸 谁让你跟我抢了 老哈气急败坏 毫不犹豫也出击 唯恐被老哈抢了自己出风头的机会 其他修道者都心中震动 瞠目结舌 难以相信眼前这一幕 之前 那一行人前来 气齿汹汹 是他们在场所有人如无物 言辞中尽是不屑 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羞辱 可现在 却一下子反过来了 在阿鲁和老哈眼中 那些红袍战仆 就腕如一群猎物般 被争着抢着要瓜分 着实过于凶残了一些 这两位朋友可真是 豪气云天啊 其冲斗都一阵眼晕 脑袋发萌 之前 他还在担心此次千流盛会将遭遇危机 被人践踏和破坏 可现在 似乎一切都改变了 没办法 两人这一路上快憋坏了 好不容易带住机会 肯定的好好宣泄一下 林寻耸肩 其冲斗了一生 心中暗自嘀咕 怪不得能跟林魔神成为朋友 原来这两家伙也都是 混世魔王般的狠角色 可之前他们为何都不愿出手 其冲斗忍不住问 不是不愿 是不屑 林寻认真纠正 这两家伙虽然脾气差了一些 可也是很要自尊和颜面的 其冲斗顿时无言 在探向场中时 一场混账早已再上演 老哈和阿鲁如虎入狼群 纵横百合 尽管是和七个红袍战谱对决 却竟是浑然不落下风 这让场中羞道者皆愈发亢奋 纷纷纷为两人喝彩助威 不少女子看向两人的目光都戴上痴迷之色 扑 没多久 阿鲁抢先急杀一名红袍战谱 忍不住叹息道 唉 太弱了 杀鸡仔猴也不过如此 话虽如此说 他却是一派眉飞色舞的表情 老哈却是咬牙切齿 气恼不已 下手愈发很辣了 扑 很快 老哈也急杀一名红袍战谱 他弹了弹手指 一副高手寂寞的姿态 唏嘘道 我现在才明白 什么叫高处不声寒 临巡唇角抽搐 都有些看不下两人这种装腔做事的做作姿态了 可出其地 其他修道者却都一副狂热的模样 对两人极其竞服 喝彩助威的声音愈发大了 扑 阿鲁没多久又抢先即杀一个 可紧接着 老哈也急避一名对手 两人就像在竞争和攀比 谁都不服谁 彼此偶尔甚至还会争吵两句 让得原本是一场血腥而可怖的战斗 却多出几分诡异的味道 够了 猛的 那一直沉寂的精卵宝脸中 响起了那一道淡漠冷酷的声音 而后 宝脸四周迸发出七色神红 扩散场中 嗯 老哈和阿鲁心中一领 毫不犹豫皆选择了退避 扑 扑 那七色神红掠出场中 却是一举将仅剩下的两名红袍战仆 击杀 血雨飞洒场中 临死 这两名战仆都一脸的错愕和枉然 似难以相信最终杀死自己的 竟会是他们的主人 与此同时 场中的喝彩声也戛然而止 所有人都脸色奏变 心中直冒含义 被这残忍血腥的一幕惊叨 的确 谁也没想到 那宝年主人 竟会对自己的战仆下如此狠手 林寻黑眸咪了咪 喜冲动脸色也随之凝重起来 一群酒囊饭桶 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留着也无用 淡漠冰冷的声音中 遮掩宝年的莲目无声席地卷起 而后 从中走出一道奇长喧昂的身影 这是一名青年 一袭血袍 腰缠碧玉带 一头金色长发泛着太阳般的璀璨光泽 披散在后背 他肤色有一种诡异的惨白色 眼窝深陷 一对同泛着腰衣而折人的悠悠绿光 腐意出现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就令天地一颤 风云色变 第118章嫌弃对手太弱 血袍 金发 碧桐 配上那诡异的惨白色肌肤 令这青年散发出一股妖异的哲人气息 他很强 腐意出现 令这片天地气氛压抑 风云激荡 犹如大龙出渊 震着世间 在场不少修道者感觉呼吸都困难 心中不惊骇然 看向这血袍青年的神色都变了 此人就是黄金王蛇一脉的古代怪胎金孝明 自从横空出世 已镇压了十多个当代绝颠人物 从无败机 其冲斗神色凝重 飞快将此人底细传音告知灵巡 灵巡点了点头 神色平静 他也察觉到 这金孝明气势极其不凡 有着一种独特的巨头之势 随着金孝明现身 令得场中气氛压抑而紧绷 死即一片 不少修道者都是忌惮无比 要知道之前那八名血袍战仆 一个各阶强恨无比 足以压制小巨头层次的绝颠人物 比在场大多数修道者都要强大 可就是这等强者 却被金孝明说杀就杀掉 视其为酒囊饭桶 这种血腥而残暴的手段 无疑过于震撼人心 终于出来一个有意思的对手 阿鲁眼眸明亮 心中有赤上的战意奔腾 这家伙是我的 你别跟我抢 老哈大叫 神色亢奋 哼 不知天高地厚 见此 金孝明冷哼 神色淡漠而冷酷 你们两个不必叫嚣 我会一一送你们上路 而后 他将目光看向灵巡 道 你就是灵魔神 言辞铿锵 带着一抹杀伐器 众人心中都是一颤 只听声音 就让他们感受到一种无比的压抑和杀机 不错 林寻点头 金孝明指着老哈和阿鲁 又问道 这是你的战仆 顿时 老哈和阿鲁都不乐意了 叫道 你他妈怎么说话的 我们是兄弟 金孝明面无表情道 没什么区别 反正都是要死的 只不过你们两个还不够资格和我对决 说到这 他又一次将那壁游游的铜看向灵巡 道 给你一个机会 任我为主 只要忠心耿耿 我可以考虑带你一起进入绝边之域 一起去夺取大造化 此话一出 全场气氛 全场气氛愈发压抑和死急 所有人都倒西凉气 金孝明虽一个人 可却是群雄如无物 连老哈和阿鲁都不放在眼中 并且 他更是直言不讳 要收灵魔神为奴仆 太狂了 同样 这无疑是对灵魔神毫不掩饰的羞辱 要知道 灵魔神可是当代小巨头榜第一 是天下皆知的绝边风云人物 若是他沦为奴仆 传出去的话 天下人该如何看待 可偏偏 金孝明说得如此理所当然 这已经不是狂妄那般简单 老哈和阿鲁也瞪大眼睛 似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见过狂的 可没见过这般狂的 谁给这家伙的勇气 真以为是古代怪胎 就可以无法无天 妈的 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比我还狂的 老哈脸色很不好看 认为这家伙压概了自己风头 这让他极度不爽 不是狂 而是很欠揍 阿鲁问声问气道 大哥 我来帮你做了这绿眼睛法贼 这哪行 灵巡说话时 已经飘然而下 挡在阿鲁身前 说道 还是让我来吧 金孝明的态度之嚣张 令灵巡也忍不了了 看不下去 但更重要的是 他很想试一试 这古代怪胎究竟是什么玩意 为何敢如此之狂妄 唉 你们别争了 还是让我来吧 对付这种货色 我最拿手 老哈说着 就要冲出去 结果却被灵巡一把按住 呵斥道 你给我老实待着 你就让我出手 阿鲁大叫 神色亢奋 灵巡探手抓住阿鲁的衣精 道 你也靠后 好不容易带住一个古代怪胎 得先让我来研究研究 他们三人进行争执 看得其他修道着眼睛发直 脑袋发萌 这这 这是是金孝明为香波波来争抢了 金孝明神色淡漠 只是谁都看出来 他眉宇间的杀机欲发浓烈了 眸子中犹如燃烧着绿色的火焰 他的确没想到对方竟敢如此对待他 浑然不将他放在心上 自初始以来他横走世间谁敢小觑 但凡被他镇压的当代绝颠人物 没有一个可以支撑过十招 不必争了 你们今天都得死 金孝明蛇战春雷 探臂一抓 一道恐怖的虚空裂缝出现 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向灵巡 他预及杀灵巡 给所有人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轰与此同时 他踏步上前 宛如缩地成寸 五指如剑蹦射 欲将灵巡头颅洞穿 众人惊呼 太快了 瞬间而已 那里的虚空就被赤上的绿光淹没 到阴轰鸣 整座千流灵山都剧烈颤塑了以下 无疑 金孝明很可步 俯一出手 就展露出远比那些血色战谱更强盛的战力 见此 灵巡不退反进 黑眸中闪过一抹幽冷的光泽 手握拳硬 迎挤了上去 这让老哈和阿鲁器的直跳脚 可又都不屑以多欺少 只得纷纷让开 让灵巡和金孝明厮杀 通龙 拳掌交错 神辉爆战 可不得鱼泊扩散 令附近一些修道者心神摇晃 难受得差点咳血 皆骇然退避不已 力量还算不错 金孝明眼眸一缩 露出异色 还有些亢奋 知道碰到一个可堪一战的对手 可惜 就是你太弱了 灵巡回应 瞳孔若晕 深邃平静 寥寥一击 让他也知道 这是一个劲敌 哈哈 你是第一个赶这般和我说的人 急杀你之前 我会给你一个重新考虑充当奴仆的机会 金孝明大笑 满头金法飞扬 踏步上前 展开绝杀 这是一个杀伐器很重的古代怪胎 手段强硬霸道 轰 又是一击 两人分开 此地虚空暴碎 大地聚颤 飞杀走时 哼 可赶上来一战 金孝明末地腾空而起 来到天穷之下 之前在千流临山 令他施展不开拳脚 有何不敢 临寻腾空而上 身影若魔神灵势般 施展汉天久崩到奥义 将附近云层都碾碎 虚空炸裂 而金孝明的战斗手段同样凶悍无匹 举手台族 绿霞滔天 道音轰鸣 激荡乾坤 转眼间 那天穷上 到处都是赤胜的神灰 令虚空灯扭曲 宛如两位神之在对战 景象骇人 不只是千流临山上的众人在关注 在山脚下 此刻也有无数的修道者被惊动 纷纷将目光看向天穷 好恐怖 果然是灵魔神 时隔两个月 他终于现身 他的对手是谁 怎会如此可怖 黄金王蛇一脉的金孝明 什么 竟是一位古代怪胎 议论声不断 此地彻底沸腾了 那天穷上 两人在半空中对决厮杀 光霞轰鸣 若一座座火山在天穷上喷发式的 那种赤胜的景象十分害人 除此 还有缤纷的神灰溃散飘洒 若流星雨似的 燃烧虚空 煞事壮观 这是绝颠争霸 是目前绝颠人物中的旷世大对决 近段时间以来 一众古代怪胎横空出世 含有败机 压得当代天骄之辈都快要抬不起头 这次 灵魔神能打破这一切 赢得此战吗 我希望他赢 可是 真的很难说啊 这一战 很快就掀起万众瞩目 都在紧紧关注 通龙 一道溃散的神灰落地 烧毁大地 直接将方圆百丈的区域化作灰烬 可以想象这一战所展露出的力量何等可不 没想到 你这般年纪 竟以踏足登峰造极层次的绝颠倒途中 还真是让我意外 天穷上 金孝明有些惊诧 心中凛然 理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别以为沉寂了一段岁月 就可以小觑天下人 今日 若无法让我满意 就等着被诛吧 林寻却有些不满 在皱眉 这金孝明分明是一个古代怪胎 可经过试探后却发现 似乎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般极端可怖 找死妈 成全你 金孝明浑身迸发出惊人的杀意 并转自身道语法 身影如电 催枯拉朽 强势之极 实则 他心中还是很吃惊的 他之前也听说过林寻的威名和战机 本以为只是一个小巨头榜第一的年轻人 还不是绝颠巨头 没什么太大威胁 谁曾想 林寻爆发出的战力 却完全出乎他的预估 哄 天穷上 战况更惊人了 那里风雷激荡 意向频发 上演激烈无匹的大对决 无尽的神辉 倒光在那里碰撞 诸般堪称爵士的战斗手段被演绎而开 令无数修道者为之震害 就连山上的一众修道者 都呆滞在那 他们也算是同辈中的俊杰 可是和天穷上激战的两人相比 却相差太过悬殊了 砰 没多久 猛的 林寻全境迸发 璀璨的光轰鸣 瞬间将冲杀而至的金孝明震飞出去 躯体亮呛 难受得他差点咳血 与此同时 林寻一副不悦的模样道 你就这点能耐 究竟还是不是古代怪胎 文言 所有人都惊得差点咬住舌头 林魔神这事在表达不满 嫌弃对手太弱 第1119章镇压古代怪胎 林魔神他 真是生猛的一塌糊涂 聊聊一句话 令在场所有人心绪翻滚 神色间都带上震撼和钦佩之色 以前 林寻就已胆破过人 横行无忌著称 在西横东圣二界掀起了不知多少风波 被称为魔神 只是 最近一段时间来 这天下间俨然成了各路古代妖孽引领风骚各显神通的舞台 而林寻又一直沉寂 以至于世人都以为他是在明哲保身 谁曾想 今日在与金孝明对决时 他竟是风采更胜往袭 还嫌弃对方太弱了 唉 风头都被他抢走了 老哈长嘘短叹 阿鲁拍了拍他肩膀 安慰道 他毕竟是当大哥的 咱们岂能抢了他的风头 林寻 你真该死啊 金孝明冰冷大喝 气得浑身杀鸡冲销 绿光滔天 这天蔽日 此出世以来 他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还被嫌弃太弱 这让他都气得几欲抓狂 轰 天穷上 金孝明寄出一柄阔口战剑 流淌金色道文 耀眼无匹 横冲杀伐 威势欲显惊人 十分凶狂 轰 林寻全境古着 看天动地 无坚不摧 任他如何攻伐 皆被他以全境通通碾碎轰破 我很怀疑 你究竟是不是古代怪胎 为何这般弱 林寻皱眉 实在忍不住了 之前 他还以为找到一个绝世大敌 欲借此来推测 世上那些古代怪胎的底蕴 可战斗到此时 金孝明所施展的力量强大归强大 但却无法给林寻带来太大的威胁 这让林寻真的有些失望 并非是故意羞辱和嘲笑对方 我杀了你 金孝明脸色顿时变得铁青阴沉之急 肺都快要被气炸 身为黄金王蛇一脉的绝颠人物 早在很久之前 他就以将道图真至登峰造极层次 有着足以自傲的底蕴 谁曾想 这次却屡屡被林寻这般遭剑 这让他焉能不恼火 轰 突然间 天穷尚浮现密集无比的剑芒 一道道锋利绝世 铺斩虚空中 成千上万 铿锵作响 宛如剑之洪流 这是金孝明的杀招 剑翼如巢 剑芒如海 每一道剑芒 皆如一尊强大的剑修 万千道剑芒 就宛如一之剑修大军出现 景象骇人 林寻终于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但却不禁反喜 他一声轻笑 运转周身力量 于刹那间连续砸出成千上百道全境 犹如一条条大龙腾空 盘绕乾坤间 将天地都挤满 通通通 剑芒击射 全境轰鸣 于虚空中交锋 景象顿时恐怖起来 令那里的区域都淹没在乱流中 一些剑芒被阻挡 但还有一些撕裂长空 朝林寻即杀而至 林寻周身浮现出九个各剧形态 神妙而晦涩的节字 缭绕虚空 轻易就化解和崩断这些剑芒 扑扑扑 还有一些剑芒插入其他地方 顿时间绿光汹汹 令地表熔炼 山林崩塌 产生可不得毁灭气息 杀 惊笑名誉发凶狂 暴冲虚空 建议若山崩海啸般倾泻 那等凶猛无匹的姿态 让得不少人心中都是忏诉不已 可任凭他冲刺 林寻周身杰字浮现 宛如万法不清 且 他运转全境 每一级皆是大力尘 无坚不摧 令得金笑名连连受阻 根本无法靠近 憋屈的己欲封掉 轰 突然间 金笑名化身为一头黄金大蛇 躯体足有千丈 覆盖着金灿灿的领甲 额头伸着龙脚 眼眸碧绿 张口间 宛如可以吞没日月 一股恐怖无边的凶威 也是随之弥漫而开 远远望去 简直像一头金色真笼般 令人生畏 轰 黄金大蛇摆动尾巴 天崩地裂般 躯体盘绕若金色大日 绽放出无尽的神灰 气息恐怖 老天 竟逼出了这金笑名的本体 黄金王蛇 这可是古老而可不得一种族群 在上古时代 位列天地百胸之中 张嘴可吞江海 翻身可压山河 全场震动 不能平静了 临寻无惧 脚踏兵吃步 运转真龙力量 恍惚间 他宛如化作一头真龙 榜首虚空 龙微弥漫 震者是间 通龙龙 两者间神光迸发 若龙蛇撕咬 战力碰撞 杀得天地昏暗 日月无光 不时会有一些灵甲掉落 带着绿光 也染着血 与此同时 林寻也被震得不时倒退 这让他凛然 不愧是最顶级的绝颠人物 金笑名虽狂傲无比 但一身战力的确非同小可 不过 也仅仅如此 当林寻将牙字真物和斗战胜法接运转 辅助真龙傲义来施展杰龙九变之法时 很快就成压倒之势 噔 噔 噔 一道道全境 若真龙腾起 破开一切阻碍 实打实砸在那黄金王蛇躯体上 打得他躯体如筛狂 痛苦扭曲起来 与此同时 他精灵军裂 开始剥落 还带着血肉 太强了 与之在小巨头榜之争上的表现 林魔神简直像脱胎换骨了一次 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不死秘境闭关的一年 肯定让林魔神获益匪浅 山上山下 此刻皆都一片赞叹和震撼的声音 金孝明很耀眼 不愧是古代怪胎疾的存在 可林魔神要更可怕 压迫得对方频频受挫 死吧 莫比 金孝明发出嘶吼 张嘴喷出一道绿色光束 林寻惊悚 瞬息而已 他的防身力量竟被剖开 若不是及时横移躯体 差点就被击中 天蛇必焰 林寻黑眸一眯 这是一种霸道歹毒无比的神焰 是黄金王蛇一脉的天赋神通 若真被击中 会遭受到极大的创伤 吃啦 接下来 林寻在对决时 绝取到一缕天蛇必焰 在没有施展心烟吞穷到力量的情况下 竟令他肌肤被腐蚀一个窟窿 血肉浇黑 蠢货 这等力量岂是你能够炼化的 金孝明发出不屑的声音 显然对天蛇必焰很自傲 可仅仅一瞬 他就瞪大眼睛 眼睁睁看着林寻肌肤上的窟窿 转瞬间就恢复如初 这 金孝明都差点不敢相信 而这 也正是不死道义的强大之处 轰 与此同时 林寻冲消而起 犹如降龙腐虎的罗汉 浑身道光轰鸣 拳打脚踢 将黄金王蛇纳千丈掌的躯体完全压制 躯体血肉蹦践 鳞片如雨似的扑速速掉落 金孝明痴痛怒嚎 频频挣扎 却根本无济于事 林寻已看出来 金孝明已经用尽了极限力量 再耗下去也没多少意义 故而不再留情 接下来 金孝明树然又化作人形 实战舰厮杀 可依旧是徒劳 被林寻完全压制 身上伤势愈发惨重 血肉模糊 也是到了此时 人们才知道如今的林魔神有多么恐怖 许多人在此之前 都只是听闻其名 没有亲眼目睹 故而 此刻才会格外之震撼 要知道 那金孝明可是古代怪胎 凶名赫赫 在此之前曾击败过诸多当代决颠人物 所向踢迷 难逢对手 可是在林寻手下 那根本不像在对付古代怪胎 反倒真相在镇压一头大蛇般 太轻松了 令人震撼 不愧是林魔神 沉寂这段时间 战力明显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股荒域绝颠巨头中 都称得上是顶尖 其冲斗感慨 他曾和林寻一起击身小巨头榜上 只是 如今看来 才数月时间而已 林寻再度有了惊人的蜕变 令他都有一种难忘其悲的感觉 若换作是他 都不见得会是这金孝明的对手 此时 其他修道者也和其冲都一样 激动之余 不免唏嘘溃叹 林魔神成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和他对比 只会让人遭受打击 天穷上 金孝明躯体血肉模糊 骨骼断裂 可依旧凶性不改 显得异常强悍 砰 当又一次被林寻击溃 他猛地发出长笑 一辆金鸾宝脸腾空而起 神魔柏胸图案从上浮现 七彩神红迸发 金孝明身影一闪 就冲入宝脸内 欲急速远盾 就见林寻探手一抓 无字宝塔映现 玄晶道光轻轻一扫 那金鸾宝脸发出轰鸣 受到压制 而后所有异象都消失 紧接着 金孝明从宝脸中叠落出来 被冲过来的林寻一把钻珠衣精 彻底禁锢 金孝明彻底骇然 这金鸾宝脸可是一件圣宝 属于黄金王蛇一脉 微能无量 可现在却被压制了 金孝明惊得目自欲裂 浑身冷汗直冒 彻底慌了 这灵魔神太强大 让他都感到绝望 扑通 下一刻 他就被丢在千流山半山妖楚 躺在那 根本无法动弹 浑身骨头都断裂 鲜血染透全身 此时 所有人都心生震撼 目光呆滞 灵魔神之强大 再度令他们遭受冲击 这种战机 这种手段 远远甩开同被一大劫 堪称逆天 也许 也只有云庆白 燕展丘这一类角色 才能够与之势均力敌 太强了 山脚楚 修道者们躁动 哗然不已 临寻沉寂数月 而今府一出世 就镇压一位古代怪胎 这般战机 足可惊艳当事 引发天下战战 第1120章本尊来袭 近段时间以来 古代怪胎平平横空出世 行走世间 各领风骚 风头完全盖过了当世天骄人物 直至如今 还不曾有任何人战胜过古代怪胎 甚至可以说几乎都是被镇压的命运 而今日 晨疾两个月的灵魔神横空出世 崔库拉朽般镇压黄金王蛇一脉的古代怪胎 这意义就太不一般了 若传出去 灵魔神注定会被冠上第一个镇压古代怪胎的头衔 令天下为之瞩目 山上山下 此刻都在震动 无法平静 但凡看向灵巡的目光 敬佩中皆戴上一抹敬畏 不可一世的金孝明都被镇压 足以令任何人为之惊叹 唉 风头都被抢光了 老蛤长叹 一副落寞的样子 阿鲁拍了拍他肩膀 大有同病相怜的滋味 道没事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的 此时 金孝明被禁锢 浑身欲血 伤痕累累 躺在地上 只是 他神色坚确并无惧怕 恼怒不甘之色 反倒异常之冰冷和冷静 我承认 之前小去了你 但这只是我的一句分身罢了 若我的本尊来 孰圣孰父还很难说 金孝明冷冷道 分身 此话一出 全场皆惊 其冲斗他们皆有些惊议不定 一句分身 就这般强大 若金孝明说的是真的 那就吓人了 林寻却一副恍然的模样 道 怪不得这么弱 不过 分身都这么弱 依我看本尊也强不到哪里 言辞随意 听在众人耳中却完全不是一回事 皆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强势和霸气 而金孝明则气得差点咳血 他本以为林寻会有所忌惮 哪曾想 这家伙却是这般一种反应 依旧是他太弱 不曾放在心上 这无疑是对他战力的一种蔑视 且很直接和粗暴 听闻蛇肉也是大补之物 可以熬煮为蛇羹 乃是煎夹美味之一 很是不错 林寻上下打量着金孝明 像在打量一块上家的食材 金孝明顿时毛骨悚然 一双臂同极具收缩 彻底没法淡定了 这家伙 这家伙居然想吃了他 金孝明有些萌 他可是古代怪胎 如今却被视作食材 这对他自尊的打击也太大了 其他人也都神色怪异 传闻果然是真的 林魔神不止胆子大到惊天 连胃口也强悍绝伦 这是打算要吃掉一个古代怪胎的分身啊 传出去 谁敢信 你最好别乱来 我的分身只要出现一丝差池 本尊必然会第一时间杀来 金孝明神色铁青 语带威胁 本尊也来吗 那就再好不过了 恰好把本尊和分身一锅顿了 林寻话语很随意 李 金孝明都差点崩溃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由言不尽 强势到一塌糊涂的角色 他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顿道 你可知道 得罪了我 就会得罪黄金天蛇一脉 并且 我曾结拜的一些古代怪胎 也注定不会放过你 呱噪 林寻一巴掌将他打得咳血 牙齿都剥落树科 不管是谁 也不管是那个古代怪胎 都救不了你 在场修道者心颤 林魔神这是在宣战吗 世人已经等待太久 全都期待云庆白 王璇宇 弥恒珍 夜魔喝 燕展秋和林寻这等爵士人物出击 因为古代怪胎最近一段时间行走世界 几乎是横扫当代群英 这让年轻一辈都有些抬不起头 心中欲击着不甘 许多人都期待 期待古代怪胎遭遇挫败 林寻 你大概不知道古代怪胎的强大 我们这些人的底蕴超乎你的想象 远胜当代 踏足登峰造极尽的绝颠人物不生梅树 甚至还有一些天生的圣子 林胎 金孝明声音阴沉 你选择和我们为敌 后果只怕根本不是你可以承担的 林寻吃笑 就凭你 也想代表天下的古代怪胎 你最好闭嘴 威胁对我根本无用 若把我惹烦了 我不介意现在就把你顿了 金孝明脸色殷勤不定 他能够感受到 林寻话语虽随意 但却绝对敢这么做 事实上 金孝明之前的那一番话语 还是引发了波澜 令在场修道者心中震动 踏足登峰造极尽的绝颠人物 进步生美术 这若是真 古代怪胎的整体实力 无疑太过恐怖了 我只是提醒你 一些真正恐怖的角色 至今都还不曾出过手 纵然是你当代最一流的绝颠人物 可在大事来临时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金孝明话语明显收敛不少 不敢顶撞 但话语中依旧透着威胁 可让他失望了 听到这番话语 林寻神色如常 一点变化都没有 死根本不在意这一切 这家伙难道真是无所忌惮的魔神不成 金孝明有些泄气了 而见此 在场修道者终于敢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从沉寂中走出的灵魔神 以不惧任何所谓的古代怪胎 他们甚至能感受到 林寻甚至有些期待 期待和那些古代怪胎中的最强者一战 事实上 并非林寻狂傲 而是他已养成无敌避逆之气 无惧一切 唯有自身强大到极致 才能如此 林寻甚至敢断言 但凡达到他这等层次的角色 每一个街不会巨战 也不可能被一些威胁影响心智 像数个时辰前接受古代怪胎 白龙庭挑战的弥恒真 必然也拥有这般气魄 否则 他不可能在举办千流聚会之际 以东道主的身份去接受这等挑战了 至于这金孝明 虽是古代怪胎 论及气魄却差了一筹 被击败后还与带威胁 失望借他人之名望来振折他 这足以证明 在金孝明心中 纵然是本尊来了 也很可能没有吻赢的把握 很快 千流临山上的气氛恢复热闹 众人以茶代酒 进行论道和交流 倒也很融洽 而临巡老哈和阿鲁也成了聚会上的焦点 被众多修道者围拢着 进行攀谈 宛若众心拱月 至于被禁锢在地上的金孝明 直接被无视了 都过去这么久了 为何弥恒真道友还不返回 该不会 有人出生 忧心忡忡 弥恒真是发起此次聚会的东道主 而经他前往和白龙亭对决 却迟迟不归 这让人哪能不担心 你的本尊呢 为何迟迟不来 我还等着把你们一锅盾呢 林寻则将目光看向金孝明 金孝明脸色难看之极 冷恒道 不怕告诉你 我的本尊就在十里坡 在观望弥恒真和白龙亭之间的对决 你若真有胆 可以自己前往 十里坡 这的确是弥恒真和白龙亭对决的地点 只是 在场修道者皆没想到 这金孝明的本尊 竟也在十里坡 显然 他的分身此次登陵千流陵山前 早已确定弥恒真不在 或许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地来找事 十里坡在哪里 林寻问其冲斗 据此有一万六千里之地 其冲斗说到这 猛的意识到什么 道 林兄你这是要前往 去看看也好 林寻已做出决断 弥恒真是当时最惊艳的绝颠人物之一 威名震动八方 而那白龙亭则是古代怪胎中的耀眼人物 两者之间的对决 对林寻也有着莫大的吸引 只是 就当林寻准备行动时 远处天穷上 陡然冲来一艘古老的战船 战场上浮现着日月图案 带着璀璨的光辉 冲散云层 很快靠近过来 是我日月神殿的战船 弥恒真师兄回来了 其冲斗眼眸一亮 精神焕发 与此同时 众人也都看到 在那战船之上 屹立着一道渲昂伟岸的身影 周深沐浴在日光月灰中 风采极其之超群 仔细看去 那是一名宽秀博代 相貌清秀儒雅的青年 眉宇疏阔 额头光洁 龙张凤姿 有些人 一眼就能看出其不凡和独特 就如此刻出现的弥恒真 只是 还不等众人欢呼 却见在战船后方 有着一道绿色神红撕裂虚空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靠近 与此同时 被禁锢在地上的金孝明心中一阵 碧绿的铜中泵射出一抹喜色 而众人也都看到 那一道绿色神红 赫然是一个和金孝明一模一样的青年男子所驾驭 无疑 这必然是金孝明的本尊 道有 你一路紧追着我 莫非也欲效仿白龙婷 和我一决 天穷上 战船停止 迷恒真 豁然回首 望向冲过来的金孝明 哼 你多想了 我的分身被困于千流灵山上 我是来看一看 究竟是何方神圣 敢镇压于我 金孝明本尊冷恨 声音若惊雷似的激荡天地 迷恒真一争 似有些惊讶 道千流山上 竟还有能够镇压你分身的人物 如此俊杰 我倒也很想认识认识 声音中 带着好奇 金孝明本尊脸色一沉 认为迷恒真词语 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 交谈时 他们已抵达千流灵山前 而此时 金孝明本尊以大鹤出生 是谁在此欺我分身 还不滚出来 声音隆隆 透发滔天杀鸡